第1261张遗址 赤侯们决定留下来 对一名骄傲的战士来说 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伤口拳在背上 拳了各地是稍高的地方 两侧绝壁 这样可以减少正面接触的范围 三人持弓 弓箭被集中在一起 他们需要省着些用 三人持刀 马六 嘎巴 双十一 战场中 别说轻伤不能下火线 你就是重伤 一样下不得 没有看热闹的道理 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那份力 只不过马六嘎巴在前 十一在后而已 很仓促 没办法 蛮人咬得很紧 他们还没完全布置周全 数十个凶恶的蛮人大汉便围了上来 没有呐喊 没有劝详 底层士族之间的碰撞简单而直接 一丝花桥也无 充满了原始的杀戮血腥 嘣嘣嘣 说是要省着用剑 可当黑压压的人头涌现时 公益开张 便再也停不下来 即使这样 三张弓也挡不住数十人的疯狂上扑 持刀的三人立时陷入困境中 他们能居高临下的占些便宜 如果有战阵 这样的地势一时半会也确实破不了 可他们只有二个半人 再加上三张弓 漏洞百出 持数席后 蛮人在付出十余人的代价后冲上了高台 其老大不得不抛下弓箭操起横刀 紧跟着便是华武 乌七 近距离中 弓箭很难派上用场 这是一场谁也顾不得谁的垂死挣扎 嘎巴看不到同伴战友 也谈不上互相间的配合 只知道疯狂地向周围一切活动的身影挥刀 再挥刀 受性 左右了这处高台的气氛 粗重的呼吸 刀枪相交的碰撞 人类临死前的惨豪 一切都太快 快得只有本能在支配战士们的意识 蛮人的首次进攻在赤侯们亡命的反击下被击退 他们退下去 稍作休息并等待随后不断到来的追兵 高台上的侵略者注定会被消灭 就在下一次的攻击中 大巴揉了揉血腥满脸 有他的 也有蛮人的 已经分不清谁是谁的 还能胡伦站着的只有三个 他 其老大 马六 华武武器已经战死 尸体纠缠在一起 致死兵器都留在敌人的身体中 无法分开 双十一就在他的身边躺着 又挨了一枪一斧 虽然还在喘气 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八哥 给 给我一下 他艰难地恳求道 男人没有人性 生者 哪怕是伤患落在他们手中都要遭受非人的折磨 那不是人类能承受的 所以 在最后关头选择死个痛快 并不是赤侯门有多不屈 信念有多坚定 而是 不得不如此 大巴登下身 把手放在他的肩膀 没有多少悲伤 兄弟先走 哥哥随后就来 站起 拖刀 最后一刻终于来到 为了不被分散 为了能再多坚持几席 为了能再多杀几个 三人背靠背团成一圈 这辈子直了 这口刀下已有数十冤魂 老子运气好 也不知道死后会下渡几层地狱 反正肯定比你们两个强 马六拖着伤腿 呲牙道 蛮人们一拥而上 枪斧交加 马六倒下 其老大倒下 格巴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内突然多了几样东西 冰冷 坚硬 他全身的力气都随着这些祸口流出 剧痛撕心裂肺 但还有比疼痛更让他不能忘记的 风二 胡三 李四 前九 朱石 李基只觉意识一闪 便出现在了一处混沌空间 仿佛经过了很多 又仿佛是一瞬间 十一人仍然在一处 并没有印象中莫名空间那种分治不同区域的情况 剑斧很壮观 也很简单 充满了剑修道筒的纯粹 整个剑斧方圆巨大 仿佛是一个近达百万里的空间圆球 在这个空间圆球中 漂浮着大大小小九十九座剑种 从附近几座剑种透露出来的灵力气息中 李基判断 每座剑种 应该就是一种剑术的传承 但这不是全部 在整个剑斧空间中心 有一只巨大的眼睛 这只眼睛半壁半合 未曾看向任何人 但处身这个空间 每个人却仿佛都被他看透 李基感觉自己在这只眼睛下 就像一个赤裸的婴儿 一丝不挂 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 这是一只上古奇物 过去未来眼 他瞬间明白了这些各派修士来此的真正目的 为什么这么多的法修门派 却执着于一座剑修道筒传承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学习剑修道筒 他们的主要目的却是在这过去未来眼上 原来竟是这个东西 先贤说的隐晦 却没料到 西界长叹一口气 眼中的向往却更加的炽热 在这只眼睛下 所有的阳神都是菜 锦暗君探道 我以为是某种去破过去未来的特殊道筒 却没想到是件实物 乌无兴奋莫名 九十九座剑种 和起来的价值还不如一眼 可惜 这个秘密我们带不出去 悠悠总算的彻底理解了 玲珑那位仙辈的晦涩之意 她不能谢过去未来眼之秘 又想给后代留下某种可攻追寻的途径 于是百般编造 千方杜撰 其目的 不过是鼓励后辈前往剑府一探 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真灵上门和新秀洞上 他们同样是为了追寻前辈 先祖留下的所谓的不得的法修道筒 以为剑府不过是披着一身剑道皮的法修传承 却哪里知道 原来是因为这个东西 都是心思机敏 老谋深算之辈 从一进来 看到这只过去未来眼之后 他们就知道被前辈骗了 不过这种欺骗让他们甘之若疑 他们也忽然明白过来 为什么那三名先祖前贤在出剑府后会变得那么厉害 与人斗法 斩阳神过去未来如等弦 原来剑府真正的秘密在这里 此眼 我以为 谁也带不走 谁也不能带走 不仅关乎过去未来之能 恐怕也关乎这处剑府空间的出没规律 若有损毁 一切去修 既知这方宝帝 当为我四家门派未来昌盛之根基 虽然此眼之密外出后不能谢 但前贤既有法子提点我等后人 那我等自然也可如此提点更后来者 以此传承 也是乐事 各凭所能 各一所悟 互不相扰 诸位以为如何 第1262章选择 锦案君的话 其实也是另外几家的心思 虽然他不露痕迹地把本来三家拥有的秘密 扩大到了四家 不过此时此刻 也没人来细救这些 巨大的诱惑之下 现在谁又有心思来打生打死 上穷必落的参与已成定局 无法倒退 只能捏着鼻子认头 到了现在 什么你的二成我拿三成 就是个笑话 过去未来眼下 只能各凭本事 你领悟得多 理解得深 你就占便宜 领悟不到 只能说自己机缘不够 也怪不得谁 众人是庞大剑斧空间近百剑种于不顾 开始向忠心处的树颜挺进 小心翼翼 一步一探 对如何领悟树颜鬼神莫测的过去未来能力 每个道筒有每个道筒的办法 所谓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四拨人 五种道筒 也是缤纷得很 悠悠走之前 总算是还记得和身边的李姬打声招呼 你怎的 还不快走 真要舍本竹墨 唯这些细枝末节耽误时间麻 我跟你说 这些剑种中 有不少其实你已经掌握的剑计 比如咱们玲珑剑的那些秘传 完全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李姬点头 谢师兄提点 不过弟子天生好剑 总要在这些剑种中走马观花一番 才能遂了心愿 再去领悟过去未来之也 好在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师兄先去 我随后就到 悠悠也不继续劝说 像树眼飘去 李姬不是小孩子 是堂堂因神真君 修真界顶尖的层次 不需要人过分劝告 点到为止即可 个人的路个人走 看到悠悠远去 李姬有些疑惑的压了压内心深处有些莫名其妙的出见冲动 不应该啊 虽然对这师兄的所作所为有些不屑 可那毕竟是玲珑道的事 应该厌性操心的 而不是他一个不入核心的假道主 为什么就会对此人有初见之心呢 不仅是悠悠 还有几个也是同样的厌恶感觉 他真的好奇怪这种厌恶到底来自何处 以至于都到了初见斩杀的地步 完全没有道理 对于自己的行止 他有自己的考虑 看破过去未来 对他这样喜好生死斗战修士的重要性同样巨大 但是 他从来也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尤其是当大家都奔往一个方向时 尤其如此 根据前世今生的记忆经验 当大家都奔向明显的 破手可得的利益时 要么这种利益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圈套 要么就是 还有更大的利益 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坑出现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更大的利益 他只是询问自己的内心 我是到这里做什么的 是为物无数言领略过去未来吗 当然不是 他来这里 是为轩辕剑派完善剑术道同体系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比某一个剑修能更轻易地看穿他人的过去 未来更重要 所以坚持初衷 就是当下最正确的选择 第一座剑种 就是他熟悉的剑术 阳角术 这个筑基齐便可修习的剑术 剑种 是一个类似上古祭坛类的 圆形层叠阶阶梯建筑 四周开阔无遮掩 正中心的檀云上 寄藏着一枚剑魂 依靠庞大的祭坛 吸取空间中的灵机来维持经久不灭 这枚剑魂就是剑府前辈高人对这门剑术的至高终极理解 如果是法修来此 要想领悟剑魂中所蕴含的东西 就只能通过时间消磨 到尽渗透 才能慢慢揭开剑魂中所葬的秘密 还有可能有所遗漏 但如果是正宗剑修 却没那么麻烦 只需放出剑丸 和剑魂融合 自然而然便能领悟剑魂想表达的一切 当然 需要一定的境界道境 如果进来的是一名原因出歌 可能很多东西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同样是杨角树 剑魂中所包含的内容和在玲珑剑道中所学并不完全相同 并不是说剑魂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高明了多少 而是指他利益的切入点 这样的学习并不能对里基剑术其道直接的提高 以他现在的剑术水准 早已不是一门阳角树能影响的 但却给他提供了一种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这门剑术的视窗 这只是第一个 接下来的时间 一个各剑种走下去 有曾经接触学习过的 也有和轩辕传承类似的 还有完全崭新的 甚至也有因为道进不服而无法学习的 不仅有剑术也有功法涉猎甚广 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体系异常完善 传承非常久远的所在 就像是另一个姚山 无法拿它和轩辕体系相比较 因为决定高度的 是人而不是功法剑术 姚姚相望 四家十名真君正位于那只树眼上下左右前后 距离各有远近 方式多有不同 但基本领悟方法是一致的 与树眼对视 欲看他人 先审自身 世间道统千变万化 但大道机理便只有一个 所以在面对这只树眼时 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借树眼之事 观察自己的过去未来 在逆反而回 推敲树眼观人的内在机理规律 以达到借此树观人 或隐藏自身过去未来的途径 每个道统对此的理解都有不同 真灵门修饰是真灵出窍 赴灵记一寻过去 星宿洞修饰则是隐心入魂 寻魂密集窥未来 上穷碧落最高明 守定自身撞现世 在树眼的对抗中尝试逆推倒寻 过去未来一把抓 悠悠则在犹疑不定 凭因果之道在自己的过去未来现世中不断转换 以求发现其中暗藏的规律 李基在外徘徊了一圈 毫不留恋 剑修和法修的路数不同 法修痴迷于准确断人过去未来 而剑修则侧重展人现世 其实也是殊途同归 他继续留恋于99座剑种之中 在剑术海洋中放飞自己的思维 从这里 他可以学到很多匪夷所思的攻击方式 大大妥宽了他对剑术理解的桎梏 让他知道 哦 原来飞剑还可以这样用 相对于最近他一直在坚持锤炼的力量系本源剑术 这是另一种提高 前者在精 后者在薄 第1263张想法 时间 在修士门臣们的修炼中缓缓流过 李基领悟剑种剑翼的速度极快 这有赖于他自身极其强大的剑术底蕴和层次境界 这毕竟只是主世界的传承 真君已经是顶级存在 对他来说 已经很少再有那种需要全心琢磨才能领悟的东西 即使这样 99座剑种看变 也花了他不少的时间 直觉中 他知道剑术存在这方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再去和其他人一样的观想树眼麻 时间短暂 意义不大 他不后悔 相对于他个人可能失去的对自身判断过去未来的能力 他得到了数十种可能对宣言影响极其深远的剑术传承 如果以体系论 只要他在之后对今次所获作个详细的归纳 他便是宣言未来四世祖 六世祖般的人物 他打算把剑斧的传承归为道剑术 一种基于各种大道基础 并在其中大道有序转换轮变过程中密的一丝初见良机的剑术 这其实也是他在原音期间自己深度研究过的剑术 希望能和宣言现在的纵剑术 杀剑术 易剑术 新剑术齐名的剑术体系 所以如果戏论他在剑术所得 对一个门派的未来发展 恐怕要远远高于那十名只能强化自身 出去后连剑术虚实都说不出来的所谓精英 个人和群体 他这次选择了群体 那些人 加深了对他人过去未来的堪破又怎样 对上他乌鸦 十个人中的有七 八个就得死无葬身之地 剩下那二 三个羊神也不过是现实不断备展的下场 这就是他来新末这一侧的最大收获 他的剑以魔力 正插对手呢 如果你走的路是正确的 那么 最大的机缘就是你自己 既然不想和那些法修集在一起凑热闹 李基环视这片空间 忽然发现自己 也包括近来的这一群人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建筑 那座坊间塔 数百丈之高 残破剑身上透出无尽杀意的剑塔 以李基看来 这只类似凡人常见之塔 形态上不如九十九座剑种 神秘上更不如中兴楚的树眼 但这股铁血之气 却是独一无二的 这让他产生了一丝疑问 为什么一支凡剑形制的坊间塔 有资格摆在这里读守门户 久经岁月而不倒 竖眼 剑种 方间塔 到底哪个才是这片剑斧的真正核心 有了这样的想法 他开始接近方间塔 凌厉的杀意如钢锋刮鼓 不过对他这样的杀胚来说 确实是得其所 他放松心情 融入到这股杀意中 仿佛于而回到大海 没有任何排斥之感 就像是两个战场中身精百战的老兵 伸手抚摸方 尖塔上粗糙冷硬的纹理 李基神士透入笑道 你也杀过人 一股伟力把他瞬间拉入塔中 同时一个暴躁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 杀过人 李应该问我杀过多少人 李基的头一个反应是自己不小心出了剑斧空间 随即明白过来 自己这是进入了方尖塔自有的空间 近来时他们十一个人都对这座高塔有过探测 却无一人发现任何异常 看来操控方尖塔的意识境界层次极高 这是一处军营的轿场 方圆数十里 却没有一兵一卒一马 远方有群山隐约 地下室霸上草原 草原白毛风刮来写的气息 君旗烈烈 天色苍茫 就是一副大军出赛的真实景象 真实的他发现自己在这里飞不起来 剑不出脑 只余下一身澎湃的生命力量 却不知道在这地方能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杀了多少人 再杀你一个 凑成百万兵 一个凡间将军模样 求然还演的大汉 盔甲重装 手持巨剑 跨步冲来 不管不顾 便时都投一剑 这是纯粹的力量 李基文所未闻的力量 仿佛能披山填海 威不可挡 他不敢以肉身硬抗 谁知道在这鬼地方 他的混沌雷体效果怎样 不过以他猜测 既不能飞 他那些防御上的本事 恐怕也不会管用 一翻身 转身就跑 背后将军大汉迈步急追 别看他满身顶亏待甲 跑起来却丝毫不比轻装的李基曼 再加上手中的巨剑 眼看再追几步就能挺刺而入 李基可不是乱跑 习惯了在任何情况下 先观察环境的他 一出入这个轿场 就注意到了轿场周围 无数的兵器架子 他自己的纳戒在这里不堪用 毛都掏不出来一根 所以只能就地取材 在大汉还未急身之前 纵身一跃 从一副兵器架上越过 顺手抽出其中一把 形制合适的铁剑 以他现在的生命潜在力量 剑气的重量对他来说没有负担 剑系在手 整个人便不一般 这种凡尖剑都对其他修饰来说 可能很陌生 可对他而言 却是无比的熟悉 挥了数百年的剑 还真没怕过谁 你杀了多少人我不知道 不过这一嘴壶吹大气的本事 着实不弱 知道老子是神马 老子杀人时 你特娘还穿开裆裤玩泥巴呢 两把剑系着一对上 立刻如心体相撞 电掣流光 大汉别看身体胖大 手中巨剑却绝不笨拙 精巧楚如女子绣花 豪放楚又如山崩海啸 更具军中杀伐之兄弟 挥舞之间 荡气回肠 一种百战雄军的威势 油然而生 但这一切 在李姬面前毫无作用 挥剑数百年 未曾尽性间 李姬修剑 可是从来没有放弃过 他最喜欢的凡间欧斗模式 境界低时 还有机会和人晋升挥剑 后来境界高了 就连机会都没得 偶尔一次 不过挥手之间 又哪有畅快之感 这个大汉却是个好对手 可以让他毫无顾忌的一展所长 长数百年为与人地面斗剑的遗憾 和大汉的风格不同 李姬的剑数在不失硬朗的同时 更准更快更毒辣 仿佛一条盘旗的毒蛇 一有机会 就是面对弱点的致命攻击 让大汉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一场斗剑 翻翻滚滚 只从军营中 打到草原上 数日后 又纠缠到群山之下 第1264张西招 大将军是越斗越憋气 越斗越烦躁 他数万年的斗剑经历 却奈何不得一个修到 不过数百年的真军小修 让他十分的尴尬 偏偏在他自以为空前绝后的剑数上 还拿对手没什么办法 气煞我也 不这么比了 咱们就比杀人 空间场景一变 两人还在同一位置 身前身后却全是兵士 后面的是手下部族 身前的是蛮族大军 将军聚见一挥 带领手下向蛮族冲去 所过之处 人翻马倒 当者披靡 无意合之敌人 李基同样不示弱 柔身而上 虽然没有那将军大开大合的威势 但论起杀人 却丝毫不在将军之下 也就是在这杀蛮之机 他发现了手下几个兵士很是眼熟 稍一回忆 顿时心如明镜 这一路杀 只从峡谷这一侧 杀到峡谷另一侧 直到眼中再无一名能战立的蛮人才甘休 逆了一眼将军 李基沈道 你比我少杀三个 怎么 还要比麻 那将军环目回邓 你杀了五个自家兄弟 当然眼瞎没看到麻 李基不屑 不过精细化形耳 斩便斩了 我管他是谁 便是你 再多呱噪 老子一样斩了个事 将军豁然转身 巨见高举 是进退两难 打 未必就打得过他 骂 更是自甘下风 这数万年来 真是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窝囊戏 李基黑黑一笑 老头儿 都是见修一脉 何必那么大的火气 晚辈嚣张点是有的 可您做事也特不地道 前次让我们十一人 经受本心考验 现在又冲晚辈喊打喊杀 还不许老子回嘴了 那将军颓然一叹 无奈道 你哪个道统的 数百年的小修 在我万年前辈面前自称老子 这都谁教你的 李基收起不羁 正色一攻 左舟轩辕道统 道下李基 见过前辈 将军愣争片刻 才凯然一叹 轩辕老儿的徒子徒孙啊 怪不得 这般没礼貌 心黑手狠的 倒是一脉相传 不过我看你这使剑 这是要重回力量了 李基一笑 前路多喘 晚辈这不想着多烫条道 杀人也爽利些 将军已见驻地 面向峡谷外的广阔草原 风吹草地 牛羊片野 身后无数士族 蛮人 皆已消失不见 吃吃地看了片刻 才探到 我就是个厮杀汉 起于帷幕 绝于草莽 在军队中私混了数十年 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这里 就是我征服一族的起点 是我一生军功辉煌的顶点 所以 数万年 我可以忘记一切 独忘不了这片战场 李基静静地看着他 听一个老军人 在诉说他的骄傲 平均莫问风后事 一将功成万谷哭 哭又怎的 老子不在乎 老子不在乎 风不风后 只在乎能不能杀人 然后 一个道人找到了我 说我有剑谷 要我跟他去学剑 凭什么 老子不服 于是 打是打不过他了 于是将军就变成了道人 这一变 就变化了数万年 将军满眼中都是骄傲 当将军使我杀人 做了道事 老子一样杀 一开始不成 剑派里老东西太多 境界太多 老子就忍着 直到把他们都耗死 剑派由老子说话算术时开始 我就领着西招剑府在宇宙征战 剑界毁界 剑心灭心 剑派图派 好不快活 他们说我西招是魔门 魔门变怎的 我被刑事坦坦荡荡 就是以杀正道 总比那些表面上仁义道德 其实一肚子鬼祟的假君子强 李基就叹了口气 看来 剑修魔门传统 再上古时并不是虚言 老家伙说的好像是自己带着西招 刑事酷烈 其实恐怕西招剑府本来也是这个的性 否则又怎么可能 我杀的人越来越多 境界也越来越高 高到在主世界留不住 在天侧上留不住 直到有一天 西招大祸临头 那是还债的时刻 我想回去 可惜 在修行路上 永远有比你更高的存在 限制你的所作所为 我还是回来了 放弃很多东西 可惜 为时已晚 我报了仇 也违背了天意 我用最后的力量建立了这的剑府空间 并远远离开是非之地 我自己也变成一点真灵 在剑塔中继续守护 礼机悚然动容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剑修选择 少了些谋算 多了些不羁 西招剑府 其实并不在这方宇宙 将军傲然一笑 当然不在 否则你以为这里还会留下那么多的法修传承吗 之所以躲来这里 不过是担心那些暴富者回我西招传承 先二百年一线 进入者出去后还有心机所言 没这些手段 剑府留不到现在 礼机好奇道 您打算把剑府就这么一直维持下去 成为一个永远的影视剑修传承 将军摇头 修真剑哪有永远 我一直留在这里 不过是剑府近万年来 还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剑修而已 来的都是法崽子 我就奇怪了 这方宇宙的剑修都死绝了麻 还好 虽然我并不喜欢你这样的剑修 太过阴险 没有上古剑修的大气魄 不过总算是差强人意 勉勉强强 将就这船吧 礼机打断了他 前辈 我可没兴趣为你重新拉起西招的大旗 我就是个混日子的 您那些因果仇怨 还得您自己被 我这小肩膀还嫩 还需要发育 将军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你轩辕道统就是这样 狡猾阴险 哪有一丝上古剑修的风采 西招坚持道统 为剑而亡 你轩辕可道好 竟然把自己洗白了 装成好人一般 可惜你们那层羊皮 却遮不住你们的狼性 真当披上羊皮 就能吃草啃萝卜了 礼机甘大道 前辈 那叫顺天应事 与时俱进好吧 将军一审 学了我西招剑道 你就是西招传人 我又不是迂腐之人 哪管你扯不扯西招大旗 只要西招剑术道统能传下去 西招也好 轩辕也罢 又有什么区别 现在这是道 也许 你轩辕这样的 确实也是能传得更久远些 现在 已经不是剑修的时代 奈何 第1265章诀 李继默然 这将军说得对 他也是这么打算的 把西招剑府的道统 详细整理后 在轩辕剑派中令开一脉 这也是种传承 我会在轩辕中令开一脉 传承西招道统 轩辕不灭 西招不亡 将军总算是听到了一句称心的话 要么 就称古剑一脉 却剑一脉 霸天一脉 名号总要威风些 李继毫不客气 我已经决定了 就叫道剑一脉 将军大摇齐头 你轩辕就是这德性 明明是婊子 偏要力排方 杀人的东西 非得搞各道自来遮掩 也不嫌麻烦 真正是虚伪 李继也不接他话茬 问道 那树眼 什么来头 看着恶心 将军轻描淡写道 逼等先天盗宝 我还在预测上时 先来抓着玩的 李看不顺眼 斩了便是 这东西一旦剑塔不在 阵支不住 刘道主剑难免搞出事端 李继很敏锐 剑塔不在 虽然我轩辕会帮助传承西招道筒 可前辈也没必要吊死在我轩辕这一棵树上啊 你再等个数千上万年 说不定就令有剑修进来 货卖两家 一女二家 三家 机子不放在同一篮子里 岂不安全 将军大怒 你当我西招道筒是路边白菜 还一女二家 老子若还在 非得带人端了你轩辕老窝 一个个的都给老子洗心革面重新在我西招做人 李继撇撇嘴 这道脾气 也无怪最后西招建府混成这样 将军环视左右 来不及 没时间了 我这点真灵 总有耗尽的一天 拉你们时来个人过新关还影响不大 不过方才整出十数万兵马就有些超出我的能力 与你斗建更是消耗本源 没时间了 李继就有些无语 他确实能感觉到这将军的实力在极缓慢的衰竭中 不过这跟他无关吧 喊打喊杀的可是您 难道你建府中的日子过逆位了 要自寻短剑 将军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名轩辕剑修的没大没小 他知道这个小剑修的心理 恐怕也不会对接受了西昭剑府的传承就有感恩戴的之心 因为他继承的不仅仅是剑术道统 也有之后无数的因果 李继确实有所得 将军同样如此 谁又欠谁的呢 他喜欢这种干脆不拖泥带水的态度 真换个魔机的再拜他为祖师 那才是真麻烦 我凭本事得的传承 为什么要感恩 活得干净利索 才是真剑修 将军重新提起扩剑 近万年的等待 他已经没有再留恋的理由 很难想象 一个毕生痴迷于剑的剑修 以真灵原妇的形式能在孤寂的宇宙中坚持近万年 如果不是为了西昭的道统传承 他早就选择开启自己的转世之旅 考验 从十一人才一进入剑府便已开始 本性之探让他能一眼分出修式兼职的区别 六五之别让他很清楚谁可以托付 谁不能 竖眼和剑种 是区分剑修和法修的关键 不是表象 而是内心 这其中 只有一人选择了剑种 却对竖眼不屑于顾 整整99座剑种 无分剑术高低 一个不拉 这是一个真正的剑修的态度 至此 他已确定了传承者 本来还想着如何把这家伙拉进剑塔 却未曾想他会主动接近 那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草原斗剑是意外之喜 他从来没想到和天斗了一辈子 灵消失前天道还会送他这么一个大礼 那是他最喜欢的斗剑方式 哪怕成为了一名剑修 也从未改变过 本来 他还想着留一些真灵之力来帮助这名轩辕小子 但在斗剑中 在对骂纠缠中 他发现这个小剑修对自己剑术能力的骄傲 并不在自己之下 并以初步射裂剑的本质 这样骄傲的人 是不可能接受他人的馈赠的 所以 不如痛快离去 有什么好担心的 交给后来人便是 提起剑 往后一扔 李基只感觉法力神魂倒进又回到身体里 他从凡人李基 又变回了轩辕李乌鸦 对面一剑划纱羊挂脚 羊脚术便是将军的飞剑 李基心有所感 飞剑同样羊脚而出 两枚飞剑就如交配其发情的公羊 两只羊脚死死的抵在了一处 分开 交集 变化 接着是第二座剑种中的立二拆三 立三拆四 斜飞 远挂 招招很利 绝不留情 李基知道如果自己抵挡不住 倒不至于真的生死 但因神被集出这方空间却是必然的 所以宁神尽弃 针锋相对 火力全开 第三座剑种 第四座 一直到第九十九座 将军用他数万年的剑术进营 在李基面前完整展示出了西招剑术道统的真谛 这其中也有很多剑术涉及到过去未来 也包括如何斩杀那只树眼 这是数万年的所学精华 用真灵生命燃烧的最后展示 该说的有很多 既然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就不如不说 李基认真对待每一次出剑 其实不认真也不行 饶是他剑术了的 又在心末 在先行中另有所悟 在应对一位全胜时几乎超越预测的存在 仍然维持得异常艰难 这还是对方只是一点真灵话题 真是实力不足鼎盛时的百一 他已经发现坊间建塔空间已有隐隐不稳的迹象 远处的群山双草因为真灵控制不利 已显得有些模糊 这意味着将军已接近油灯枯尽的状态 他没有停下反击的力度 对一名真正的剑修来说 竭尽全力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匹马单剑走黄沙 纵横四海安为家 天道招我长生路 我岂长生自已杀 将军哈哈大笑忠 飞剑攻势越发的灵力 但他幻化的身体却越来越稀薄 这是最后的亢奋 万年等待一朝的愿 转世未知却又是一段新的征程 就在这样的兴奋癫狂中 李基一剑挤出 把他的身体集成流光碎片 剑塔在慢慢坍塌 空隙中还盘旋着将军豪迈的声音 生于剑 死于剑 此生无憾 第1266章后患 李基从方间剑塔穿身而出 此时的剑塔之间以细碎成沙 并向下飞快蔓延 他也不犹豫 借剑塔崩散之力 自己身体中还隐隐留有一丝的将军真灵剑意 悍然初见 急如流光 数十万里之遥 转瞬极致 见光正巧从数眼过去未来联系的纽带杵穿过 一丝不偏 却正是数眼的这景观俏之所在 在衰尽以下 没人能把握 更没人能抓住的这个缺陷 却被人一击而散 顿时 仿佛瞳孔放大般的 数眼的同光豁然争大 又骤然缩小 扭曲变形中 无数运光之圈失去控制的发散而出 让聚在他周围的实名修饰四散而逃 为何灭我 上万年来 我尽心尽力守护这方空间 遵循大道 从不予归一步 就得来这般结果麻 数眼的灵魂风暴狂卷而至 李基在其中纹丝不动 误悔分毫 闲得 但疼 数眼在挣扎中烟消云散 其实 他的毁灭和李基无关 只不过李基加快了他的这个过程而已 将军早已料到了这一切 这方宇宙也不应该出现这种逆天的东西 所以 他早把这数眼的生死绑定在了方间剑塔的存在上 剑塔在 说明将军在 数眼便做不了怪 剑塔焉 数眼毁 这就是这个剑府存在的本质 这些 李基知道 可有些人却不知道 四家修士围了上来 各个怒气勃勃 也包括悠游在内 他们正领悟道卓锦楚 却无端被毁了数眼 如何不怒 他们能看到的 便是最后那一抹剑光 然后树眼崩溃 这笔账当然要记在李基身上 李道友 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否则 这关你过不去 锦案君面色带煞 他也是正领悟到锦要关头 结果却被人打断 心中十分的恼目 李基耸耸间 大拇指瞧向后面 剑塔已毁 竖眼不存 这便是竖眼毁灭的真相 至于我为什么初见 只是怕诸位在竖眼 突然崩溃时害了神魂 所以先切断其关联 让崩溃柔和些 所以 前辈所言不妥 晚辈在此变中非但无过 还有功呢 他这一番话 真中有假 假中存真 剑塔和竖眼之间的共存关系 这些老恋的羊神 稍一留意便能判断 也不是多复杂的事 果然 四名羊神戏查之后都没有出声 便几个元神也是犹豫不决 但那明星速动的 阴神却性质爆裂 即止于他 口中喝骂道 贼子 在这里转移视线麻 为何你一个阴神 能做到羊神都做不到的一剑 找出树眼薄弱之处 为何剑塔会忽然他灭 你在里面做了什么 不说实情 却在这里虚言蒙骗 是叫的我们都是出入羞真的除麻 话音方落 天空虚震 一枚飞剑竟从那星宿爆裂羞射脑中穿过 万里之巨 连个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空间倒消 天象就和树眼崩散的灵机鱼泊混在了一起 剩下的真君门反应极快 瞬间拉远距离到十万里 几名羊神真君怒急 还没见过这样嚣张的阴神剑修 一言不合 便出见杀人 贼子 感耳 赤地你疯了麻 快快助手 李基当然助了手 因为人已经死了 虽然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星宿洞阴神的名号 但不代表他不知道在另一处精神世界的名号 朱石 冷漠地看向众人 丝毫没有闯祸后的不安 而是嘴角带出一丝牵强的笑容 就像是在抽抽 回答你们的问题 为什么杀他 因为他指我 这方天空下 没人敢指了老子还能胡伦各地活着 为什么能展树眼 因为老子拳头大 别说树眼 变羊神 老子也展的 为什么践塔他 因为就是老子干的 里面的老不死不老实 老子就展了 怎的 还需要问过你们的意思 这是诗心疯了 在四位羊神面前左一句老子右一句老子的 整个宇宙中 怕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几位羊神怒急而笑 这是寿星老上吊啊 反应最快的是乌乌 星宿洞真君 他门下阴神被斩 因为变化突然 他没有反应过来 现在这小疯子找死 想来也没人来阻止他行规矩 悠悠 你且原地站好 我不算你同谋共算 书罢往前一拿 人已飘出 星光道旋中 似有无数星辰向那剑修杂去 悠悠鼓了鼓嘴 别说伸手 辩士话也不敢多说一句 因为井岸君和七界的神士已经照定了他 剑光星辰一处几分 灿如星河的阳神之术 和冷极孤梅的黯然剑影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但所有在周边观战的真君们 无论阳神阴神 都感觉汉毛倒数 毛骨悚然 因为又一朵倒霄天象升起 比之前的那朵还要巨大的多 那是阳神之伤 这才多长时间 二席 三席 什么时候 阳神变成小机子一般的脆弱了 死一般的寂静 瞬杀阳神 这其中意味着什么 没人不清楚 这意味着即使剩下的真君们一涌而上 不折个过半 恐怕都不能耐之和 个人皆有所思 真灵上门几个想的是 这人是门派找来的肉鸡 那司马却不是傻缺 就是窝底 偌大的宇宙 偌大的虫华 怎么就单单找了这么个大虫出来 七界严厉的目光看向昙华 却发现这丝早已退到二十万里之外 而且还在后退中 锦案若有所悟 看来这玲珑道只派两人前来 却不是没有准备 而根本就是要扮猪吃虎 有这样逆天的剑修阴神 别说不来原神 就是悠悠不来也是无所谓的吧 悠悠则是冰火两重天 之前还缩头装鸟鸟 生怕这疯子牵扯到自己 现在却有些后悔 这件疯子不会埋怨他方才冷漠狂观吧 至于星宿修士 只剩个原神处在那里 却是半点想法也没有 只盼望大家能把他忘掉才好 这是胡三 李基在众星陨落中现出身形 看着众人 灿然一笑 那么现在 还有人对老子的解释有疑问吗 在坊间建塔中 因为将军的陨面而憋着的一口气 总算稍微平复 第1267张玉坡 没有修士会接受这样的羞辱 哪怕你战力滔天 井岸君往前一步 尚穷必落 不接受 踏着往前一步 身后的两名元神因神力可跟上 顶级大派的脊梁 在此时显露无遗 七界道人同样踏前一步 真灵上门 需要解释 谈华停住后退的身形 就算心智被催 现在也不容许他再退半步 还有那明星速冻的元神 在短暂的恐惧后 他还是站了出来 否则 星秀洞修士再无言 在这片宇宙行走 最为难的是悠游 他在心里疯狂暗骂 你说你个乌鸦撒什么剑锋 杀了两人 都是星秀修士 正好趁没有得罪 所有人之前说几句得体的话 谁又会为别人而自陷凶争 没看警暗和七界都没有出生吗 自己再在一旁缓夹 基本今日这事便能看过去 等出了空间 再论不迟 这憋在剑斧空间内 空间有限 已少敌多 这架怎么打 看到上穷真灵新秀七道目光 都放在自己身上 悠悠心中瞬间权衡无数次 他必须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否则一个不对 就会葬身于此 李师弟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还是被一邪上身 我玲珑道和真灵新秀早有盟约 却不容你如此胡作非为 今日之事 师弟你出了重物 还是乖乖束手就勤吧 否则 别怪师兄我大义灭清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人多的一方 这也是最理智的选择 李基杀的头一个阴神 那不算什么 剑锈擅长越界杀人 像李基这般出色的 趁乱偷袭一个 很正常 至于乌乌 他更多的判断是自家不够谨慎 在数眼参悟中漏了过去未来底细 大意之下才被肃杀 如果他选择和李基一起 二个对七个 他不认为玲珑会有任何胜算 最起码他自己 能拖住的修饰就很有限 归根到底 李基不是真正的玲珑道人 他又有此番入剑斧又存着私心 于晴于李 灭了这剑疯子都是正选 李基一笑 身体变得虚幻 他准备开始了 在他修道途中 像这样一一笛时 在封闭的空间 其中大部分修饰境界还在自己之上 这种情况他是不会贸然动手的 总要找个合适的机会才好 但此时此刻 却有些不同 将军的飞剑很厉害 但其他手段麻 和所有的剑修都一样 除了剑之外 大都稀松平常 比如他搞的那个心境试炼 很逼真 很完美 很有效 唯一的后遗症便是 在修饰离开后 会隐隐留下心魔 对其中的遭遇在潜意识中念念不忘 李基在心境试炼中被最后乱刀分尸前 心中产生了执念 就是那七战友逃脱的五人 不除之 念头不能通达 这是其一 在剑俯空间内 在坊间剑塔没有完全塌散前 他还能借的一些剑俯之力 不仅是剑塔 还有那九十九座剑种 都是他的助力 这是其二 所以 不怕群鸥 在这里解决 虽然有些狂妄 但理智判断下 反倒比去到外面解决更实际 真各自跑了 他哪里追去 清秀太远 上穷真凌聚在众华太极中 他去自投罗网 恐怕到时就不是几个羊神的问题了 他这一开纵剑 真军门各个自围 谨案军经验丰富 贺道 两两围队 拉网而行 百万里进的剑斧空间 根本瞒不过羊神的神势 纵是顿法了的 也无法躲藏 好在 李基也根本不是为了躲藏 他围的是那九十九座剑种 他现在的状态是个很奇怪的状态 可以杀羊神 但也会被羊神杀 虽然他现在的攻击力在数次巨大提高后和他穿心墨前已经有了值的区别 但在防御上除了混沌雷体以真大成外 并没有值得改变 斗战 从来都是攻和防的结合体 缺一而不可全 因为剑修很独特的战斗方式 如果单对单 李基可以凭借自己完全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攻击 让对手疲于奔命 而不需要考虑防御的问题 但如果陷于群屋中 尤其还是一对八 八人中三名羊神 三名元神 二名阴神 这样的对手群 再不考虑防御的话 他就是个棒锤 他只是个阴神 别人可不需要寻找他的过去未来 现世一死 游戏结束 所以 需要剑种的说明 这是这些剑种最后的价值 坊间剑塔彻底湮灭后 他们也是皮脂不存 毛发淹覆 八人之中 其他人在中规中矩下还很谨慎 但锦案君和七界不同 都是神魂坚定 意志强悍的真正大能 生死之中没有丝毫的犹豫 放得很开 数千年的艰苦牟利 又岂是浪得虚名之辈 锦案君一动最快 李基前脚纵出 他后脚紧坠而上 就像李基的影子一般 必落黄泉 上穷必落的根本法 以黄泉道境为基 其中又有无穷变化 直指生死 李基反应极快 对黄泉道他并不陌生 当初和关于的斗法中 可没少在这个道境中折腾 自吞了关于的道境意识后 对黄泉道更是了解越深 不再学会 而再如何针对 虽然锦案君的黄泉道 不是关于能比的 但李基也不是想和他争锋 只是脱离的话 还能勉强做到 自观阴阳 画太极中区的黄泉 生法中顿区的一 太极图一转 人已瞬间脱离出数万里之外 让锦案君随后的黄泉 三沙落了个空 还没等调整气息 其界道人的真灵九变已至 此为九变中的龟石变 有神鬼莫测之能 大龟一昂头 双目如炬 目盲晃神 土席定身 几乎与此同时 胶舌已角柱里基身体 瞬间化为一条玉色胶筋 一孤一抽一斗 胶筋所孤之物以四散崩飞 碎成无数的大小砖石瓦片 净是坐舰种 里基的脱离方向 当然把地形环境 舰种位置考虑在内 九十九坐舰种 都有什么功用 他是心中门青 可这些法修却不清楚 这就是他的借用 这座舰种就是西招舰府传承中少有的防御之术 利剑成身 知道两个杨神了得 里基顿向这个方向 就是利用利剑成身给他争取出短暂的初舰时机 现在不能见光分化 因为他不能自现阵地战 全方位抗衡中 真军们一旦合围 谁也就不了他 这是极短的一个瞬间 几万里并不能阻止杨神的持续施压 所以在剑种的四分五裂中 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第1268张纵剑往来 谭华一直游移在包围圈的外侧 这不仅是境界所限 也是心态的失衡 他的自信 在那个剑修真正杀人时 崩溃了 清秀动的阴神真军 他很熟悉 也曾有过印证 是个不在他之下的阴神抢手 可在那名阴险的剑修手上 过不去一剑 连化身都不得出 挣扎都做不到 在道阳神真真乌乌的死 现实残酷地告诉了他 他当初自以为是的试探 在人家眼中就是个笑话 过家家的把戏 逗他玩呢 自信是靠一场场的战斗积累起来的 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 同门间的吹唐 自身门派的背景 谭华一路修行以来走得很顺 筑基石独树一致 金丹石出泪拔萃 原因十二是群雄 现在到了真君 骄傲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他已经有点分不清楚 自己的这份自信有多少是真 多少是假 这样的心态在突然面对 让人难以接受的巨大鸿沟时 就会导致心态失衡 真正的强者 都是从不断的失败和打击下爬出来的 可惜 他这样的经历太少 所以 短暂的变化中 他还没有从打击中缓过来 对真君来说这很不应该 但真君也是人 他们不是神 也知道害怕 也知道恐惧 瞬息万变的斗战场中 谁知道那家伙会不会找到自己 真到那一刻 自己能挡住 并坚持到师兄们赶到麻 他为自己准备了能想到的最强的防御 远防 中距 静体 形成一道立体的铁幕 倒树 倒气 净服时刻准备 化身就在身上合真身硬核 随时挡灾肖南 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今次若平安而归 他会重新规划自己 再不能如此盲目自大了 他做得很完美 唯一的问题是 忘记了见修真正的致命是来自于他们的速度 而他在自己身上套了过多的防御后 付出的代价也是速度 上穷锦暗军的攻击鬼神莫测 可惜 被躲开了 紧接着师兄七戒的龟蛇便催枯拉朽 可惜 催了个假的 他正期待着接下来两位洋神真军的倒法风暴 却忽然感觉不对 心计之余 准备好的所有防御手段起开 再想奔出身形 却哪里还来得及 一抹剑光略来 完全不同于在当天门那样的倒镜变幻 气势棒薄 那就是一枚飞剑 只是一枚飞剑 但剑上却带着至纯至尽的力量 无视一切防御 无视所有倒法倒气 当他意识到时 已经静在咫尺 果断地分出化身 他却绝望地发现 对方的飞剑根本就不为化身所动 纯粹的力量 找的就是纯粹的本源 飞剑在击中身体后 替死之术发动 但那枚力量之剑仍然无视 在他面前 仿佛除了人类的生命本源 其他的 没有任何能阻挡他的东西 除非 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碰 我与你无仇无怨 这是谭华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八人之围就偏偏要杀他 有比他境界高的 有比他冲在前面的 有幕后主使的 有威胁程度更大的 为什么就偏偏是他 前九 这是第三个 李基在急速飞略中 背后剑光成河 没有办法 再不剑光分化 他挡不住那两名顶尖阳神的尾随之功 剑光分化出的数十万道剑光 能有效地遮断 居阻 并让对方不能斩尽全力进攻 这是单对单相持的神器 问题是 对方高达七人 组了两名羊神 其他人呢 顽石君骚然出现在李基一侧 同样是真灵九变 不过他施展的是山海变 方圆万里之内 沧海桑田 把时间对地势的侵蚀 浓缩到瞬息之间 在山与海的急速切换中 里面的修饰必须随时跟上环境变化的节奏 否则就会被这天地之力搅得粉碎 李基知道像这种依靠特殊的两种道镜 兼快速切换转化的道镜之沙 绝不能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否则对这种并不熟悉的道镜转换 你又如何比得上在这上面 竞赢千年的对手 对付变 就只有不变 守定本心 兼顾五行 无论是山是海 不过是涂水五行道镜而已 顽石君的山海变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虽然万里之内 山海轮转 可在李基立身处 却只是一片混沌 那是五行之精 不为外事所辖 李基当然不会就这么和对手僵持下去 时间就是他的生命 不容拖沓 在山海第二变时 他一往里揉入木行道镜 整个山海变则变成了山海森林变 第三次切换 又加入火行道镜 这一变化 立刻带乱了顽石君的节奏 他的真灵九便被搞成完全无法控制的山海森林火山变 还为及他收手 土水木火齐齐一阵 驯挂出惊 一点金光 直袭而来 顽石君大害 知道不好 道镜反噬 生死一瞬 便于这千钧一法之机 另一道山海便骚然加深 帮助他勉强稳住已禁于失控的道镜 但却再也限制不住那点金光冲围而出 金光 飞为杀人 石为突破 人方一出山海便 里击手一招 附近两座剑种齐齐碎裂 种中剑魂失了根基 双双跳跃虚空 不知归楚 正前方的锦案军心中一动 停下正在酝酿的静咒秘法 他能感觉到 那两道剑魂斩的便是他锦案的过去未来 这是不可轻疏之事 若再配合这剑修恐怕至极的现实攻击能力 那是真能要了他的命去的 他这稍一犹豫 短暂摆脱了两大洋审尾追打击的里击 以运起一枚飞剑 隔空而眉 这一出剑 现场所有真军人人自为 短暂的时数席中 双方对手已经好几个回合 实力最强的几名真军皆有出手 结果却无一所获 别说伤害到他 就连骑马的滞留都做不到 这充分说明了一件事 这人能杀杨神 绝不是偶然 见美楚 一躲到萧天向昭然天空 十数万里远处 一名在外侧游异的上穷碧落原神安然陨落 这是十一人探秘队伍中 死的第四个 第1269张蹊跷 这不是正确的斗战方式 紧按君和七戒心中 同时扶起这样的感觉 一个优秀的斗战好手 在斗战时一定会有整体的斗战策略 简单的说 先杀谁先放谁 可不是带住一个算一个的瞎胡乱咬 其中最重要的顺序就是 按威胁程度取舍优先等级 第一时间解决威胁最大的 然后是最具斗志的 最后才是那些没有战心的周边喽啰 具体到这场战斗 他就应该最先选择对锦案军 七戒下手 然后才是顽石军 上穷必落的英神真军 以及星秀洞的那个原神 因为他们三个虽然实力差点 但斗志可不弱 勇猛凶悍 敢于直面这个可怕的剑修 至于剩下的几个 谭华 上穷的原神 也包括玲珑阳神悠游 明显是出攻不出力的主 杀他们有何意义 如果能在斩锦案军和七戒中的 其中一个 这些人终必然会有不战而退的 现在这剑修却反而杀这些人 除了激起剩下的 勇汉者的同仇敌凯之心 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剑修不是没有对七戒 锦案军下手的机会 比如山海变中乘世袭七戒 或者随后和两座剑种配合杀锦案 能不能做到先不说 但至少都是难得的机会 可他却视而不见 统统放弃 反而带着在周边打酱油的两人不放 真正让人好生奇怪 这个剑修 一接触便知道是从斗战中炮出来的修士 实战经验极其丰富 判断 手段 勇气 洞察 无意不是真军之巅 战术如此出色的人 怎么会在战略选择上如此拙劣 去杀两个对战斗毫无影响力的周边 还剩下一个出攻不出力的 就是玲珑道的悠游 一方面 这是这件疯子的同门师兄 而且在此次围堵中也有些偷懒 另一方面他却符合着疯子的袭杀选择倾向 那么 他会不会向他的师兄出手呢 还是架打一番 从内心深处 他们还是认为以后者可能性最大 修真戒中 别的都好说 唯独被师叛门 杀害同门为恶罪大 由此恶习 一经传出 就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那是再无门派敢收留的 所以 刚巧看到那件疯子移动的方向上正是悠游 锦岸君和七界对视一眼 揭布约而同地缓下了手中的攻势 意为看清这人的底细选择 二来麻 也是防着这两师兄弟四打石钩 连骑手来对他们突然发难 悠游的感觉却完全不同 比起锦岸君和七界 他的道行还差得远 无论是硬实力 还是心机 他一直在犹豫中徘徊不定 既下不了决心对李基痛下杀手 更狠不下心思和李基一起并肩作战 逗战局是他还是看得很明白的 虽然李基在众人合围中仍然斩杀了两人 但这两人是有水分的 并不是斗战主力 事实上 一直参与竞对李基为杀的几名修士 一个都没事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李基在面对面硬碰硬中并没有多少把握 他不敢和主战派硬汉 于是只好找几个边脚下撂出手 由此判断 他屁股应该坐在哪一边 也就不言而明 又有考虑的更长远的是 如果灭杀了这剑修 其他三派会不会对同出玲珑的他有所迁怒 申单事故的他被数人敌视 他可没有李基的本事 又如何谋各出路 除非 在围杀李基的过程中有所表现 也不需直接斩杀李基 他也做不到 只需迟滞一下 争取出何为的时间 也算尽了一份心意 如此 其他人对他 也不会有过大的嫌怨 于是 面对看似无意向这边飘来的李基 他没有再像之前那般的避开 而是主动相迎 逍遥到静下 身形似虚还实 隐隐冲冲 吃地 何必挣扎 坏了彼此间的情意 我猜你必有内情难言 否则也不会如此情绪失控 或者 在哪方尖塔中经历了什么 今此 师兄我就做个宝 你自封法利 我保你平安 咱们在天道之下 好生把事情撕掰清楚 以免心末两侧的修真界产生隔阂 若真因此而造成两方修真界的战争 你我罪过大乙 回答他的 是一道见光 并不伶俐 又有的第一反应是配合的假打 于是装模作样的抬手相架 嘴里还在劝告 师弟 我 忽觉不对 不是眼前这道见光 而是冥冥中的一种感觉 仿佛有某种东西正在失去 李乌鸦 李敢杀尸灭祖 眼前见光骚然加速 锐不可挡 悠悠知道这疯子在剑上的造诣 杀的羊神也不是一个二个 瞬息之间 他做出了一个老牌羊神最正确的选择 不执着于现实的保护 而是在过去未来现在中 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过去未来之变 而避开了里击最擅长的现实 这是个优秀羊神的准确判断 他只是漏了一点 艳性的点评 巨王已 准确地把握住了他过去的某个节点 这是李基三生寻找中的从中之众 得自艳性的体点 自身的积累 将军通过树眼对空间内各个修饰过去未来的分析 一集中的 见无虚发 然后 便是未来的崩灭 现实的背展 又由 玲珑道逍遥道主 七百年阳神 三千六百年寿数 就这样不明不白 不清不楚地死在了疯子的剑下 至死 他都不明白 这疯子怎么敢 怎么能 怎么会 里击一声轻笑 温柔地面对旋转的黑洞 疯二 有什么不敢 别说你玲珑 便是轩辕 惹了劳子也是照杀不误 传承某个道统 和不杀某个道统的修饰 这完全是两回事 难不成道统上有了毒瘤 还不让割了 他这一番动作 惊到了在场所有人 一个悍然斩杀自家门派杨神的疯子 一个做事不计后果的疯子 一个毫无底线约束的疯子 这方宇宙 有多少年没有杨神 就这么死在自己门派的刀下了 一万年 还是两万年 作为主世界门派的注实 不管一个杨神犯下了多大的错误 实际上 他们受到的惩罚最多便是闭门思过 谁又敢真正毁了自家门派的脊梁 可这个玲珑剑修就偏偏这么做了 第1270张难言的结局 方尖剑塔终于踏进了他最后一层基石 随着剑塔的毁灭 九十余座剑种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纷纷崩灭 没有约束的剑魂带着各自的剑意之境四处乱飞 他们 失去了剑种的支持 最终 也会在茫茫宇宙中耗尽最后一丝能量 问乱的空间 四处乱钻的飞剑 狂暴的灵机冲击 这一切 让每一名修士都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不会忘记这里还有一名极度危险的剑疯子 谁也没把握他会不会趁此机会再次收割他人的生命 哪怕是锦案军和七界 都不可能在此情况下再贸然出手 他们默默地手紧自身 然后彼此间神事交流 以确定接下来的维杀宗旨 但随着坊间剑塔的毁灭 一些被将军所封印的东西渐渐变得清晰 关于树眼的秘密 失去了约束 现在已不成其为秘密 可以素知他人 虽然已经没有了说的意义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重要的不重要的 也包括他们在刚进入坊间塔时 将军对他们的本心考验 一瞬间 活着的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个疯狂的剑修杀人的目的 封二 胡三 李四 前九 朱石 空间风暴渐渐散去 余下的五名修士神是扫处 除了他们五个 又哪还有第六道气息存在 事情明白着 那个剑疯子趁剑种剑魂乱飞之机 早已红飞摇摇 不知所踪 这让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不是怕他 他们这五人 各个都是不畏生死的真修士 只是在知晓了在坊间剑塔中的经历后 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人 是该称他礼机 还是 嘎巴 玩时君就没道 这小子 这小子 这也太记仇了吧 照他的逻辑 万一晚上做个梦 梦到谁可能对他不敬 是不是转过天来都会去把那人干掉 哪怕是自己的同门师兄 井岸君探长长的叹了口气 看向七戒 调侃道 瓦六 想不到你还有赌博的爱好 认识你三千年都没听说过 你这葬得可够深的 七戒也不理他 转向自己的师弟玩时 这位创建剑府的前辈境界层次很高 恐怕还在衰竞之上 不过大概是因为剑修出身 所以对这种疑人入境的手法却不精湛 前面还算完美 可却留下了后遗症 对他们五个 咱们有心静执念 长此以往 必惹事端 我被修饰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他杀了你谈华师弟是真 但未必就不是解救了你我未来对你师弟不利 从这一点上来说 你应该感谢他 玩时君争了争 却有不同意见 为什么就一定咱们师兄弟下手 也许是那疯子 或者锦案前辈也说不定 算了 这种事情也说不清楚 一笔烂账 七戒笑笑 知道这位师弟的绝脾气 不再理他 看向锦案君 其老大 你这领军能力不行啊 生生十一个好手 就能让你给带到绝路上去 敢战的一个没跑脱 胆小的全都跑球的了 我要是将军投一个便斩你 一将无能 累死千军 说的就是你这样的 锦案君无所谓道 关我求是 剧本写好 戏台搭好 咱们就是些傀儡架子 还能翻出天来 闲话休提 对着嘎巴 哦 这个剑疯子 你们真灵如何想 李基在这次的发飙中 总计杀了新秀洞二个 一阳神一阴神 杀上穷碧落一个元神 杀真灵上门一个阴神 还宰了自家玲珑一个阳神 真正是狗嘴乱咬 谁也没放过 不过锦案君问出这句话 是有讲究的 平常人动了他上穷碧落的修士 那必然是穷追猛打 号令众华 不死不休 但报复是分人的 特权永远都存在 街上流浪汉打死了你家的狗 那必定绝不饶过 如果是邻居干的 恐怕就只能去打官司 如果是城中豪门顽固 那么 恐怕装作不知道就是大概率事件 又怎么可能一视同仁 对这件疯子 也是如此 通传门派 为追堵截 考虑过后果麻 清秀洞 真灵上门 也包括他上穷碧落 从阴神到阳神 有一个算一个 真追上去 就是肉包子打狗 就算是他们堂堂大派 比运深厚 这样的肉包子又能拿出几个 别狗没打死 自己倒从一流门派 被打到二流门派 这是非常实际的状况 可不是凭一时冲动就拍脑子决定的 像这种实力高绝 单人置不住 又随处漂泊的修是最可怕 尤其是这种牙色必爆 没有底线 连自己同门洋神师兄都杀的 你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 这个修真界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人出现 所以 仇恨 必须压下 对宗门的忠诚 为门派的未来 假装不知道也是一种绝佳的解决方式 一直装缩头乌龟 成不了大气候 一直当英雄 连小气候都成不了 就得去天道那里报道 真正的大派 都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装英雄 什么时候该当狗熊的 难不成本来宗门无事 却生生挑上各大恶魔没事找事麻 七界当然明白他的话 锦案君说的是 这就是一次少探节下的恩怨 哪里起 哪里结 不要和门派扯上干系 不知乌七你如何说 乌七 就是新秀洞硕果仅存的元神 他能说什么 书你上穷真灵既然装孙子 那我新秀洞一粒顶上 撞死拉倒 师兄师弟在剑府遭遇意外 树眼变异 空间撕裂 各派都有损伤 这可好 连书词都想好了 五人统一好口径 西界凯然一叹 试着以以 也怪不得谁 实在是自身修养不够 这样的人 宗门真若有事 恐怕也是指望不上的 就是那里基 这实力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玲珑见到景平不完整的剑府传承 就能培养出这样的怪胎 锦暗君摇头 西兄是浅了 你我和他过手 他那身本是有几分玲珑见到的 说什么出身玲珑见到又学了点别家本事 我看根本就是哪个真正剑派出身的拉了张玲珑虎皮来遮身 否则怎么图幽游如图狗一般 连句话都懒得说 咱们这边不是也有人去往心墨另一侧了吗 等人回来 便知道这个里基的根角 到底是不是出自玲珑了 第1271章后世 众华界出了剑大士 两个顶级大派 上穷碧落和真灵上门在密府探险中各自损失了一名真君 听说还有更惨的远在晨星界的新秀洞甚至有阳神陨落 是什么样的密府竟让真君大能都陨身其中 是天灾还是人祸 两家门派都忌讳陌生 守口如瓶 根据流露出来的支言片语 当以天灾可能行最大 因为其后参加探秘的几家势力都少见的没有互相公结 这说明并不是因为人为的欧斗而造成了如此的损失 有可惜的 也有雀跃的 还有暗自警醒的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一切见归平静 无论是谁走了 修真界的日子还得过 该修行还得修行 该打架继续打架 听到有密府出现 一样有大把的修士趋之若鹜 要让晋级的修士门守规矩 长继性 几个真君的死还不够 谁也没有留意到 两个宗门的一些人是小变化 比如真灵上门的司马真君 被派往一个荒芜遥远的小新 执行开荒拓江任务 上穷碧落的古道真人则失去了 门派核心弟子的地位 被派了个闲叉 去遇受原位牲口去了 没人会把他们的经历和密府 探险失败联系在一起 完全疯马牛不相挤马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是为了什么 在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 遇到了错误的人 好在小命还在 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三年后 一支前往星末另一侧的真君小队 回到了仲华 他们是一直停留在玲珑界外 观察玲珑和天狼大战的观察小队 不参与 只旁观 他们的回来 给仲华的顶级大派带来了 星末另一侧最真实 最详尽的报告 关于战争 关于天狼 关于重建 当然 也有一些在战争中表现特别的个人 其中排第一个的 就是轩辕剑派李乌鸦 战机麻 元神以下就不说了 因为太多 统计不过来 杨神杀了两个 其中一个还是有衰尽意识的杨神 警案军看着这份战报 揉揉额头 这战报 回得有些晚 他们就不知道早些派个人回来通报一声麻 气戒苦笑 警军猜得对 这丝的玲珑剑道主果然是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却是正排此剑修根脚 悠悠死得不愿 听说在轩辕中还有更厉害的 看来咱们的应对还是高瞻远瞩 对宗门来说还是明智的选择 警案军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七戒 无情揭露道 我听说真灵上门前些日子派人往浮游天宫送了一批灵机 还大肆夸耀近期出现的修真借后起之秀 贵门胸怀之宽广 真正让人敬佩 浮游天宫是这方宇宙一处很特别的存在 他不是一个门派 而是一处私人领地 主人幽福子是成道数千年的阳神 参有秘术 寿命已经突破了阳神的极限 是这方宇宙实力最强大的阳神 平生未曾一败 这人别的还好 就是有些忌贤度能 容不得优秀地修真后起之秀 你如果懂得处事 知道平时孝敬一二 他也不会拿你怎样 但你如果臭脾气冷硬 不知道凤盈 这幽福子却是个新黑手辣的 真灵上门这时候派人送礼 其中夸的是谁 也就不言而喻 气界面色不变 言语却是针锋相对 我也听说前些日子 紫薇七星来你上穷碧落做客 主兵之间好不融洽 却不知道谈的什么 方便的话 锦暗兄可愿据实相告 如果说浮游天宫 是这方宇宙最强大的个体阳神修士 那么这紫薇七星便是最凶悍的团队组合 成员复杂 都有一个特点 无奈综规约束 偏袭自由自在 是这方宇宙中最著名的散人团伙 他们亦正亦邪 凭好物形式 心道也做 灭门也干 杀手也当 帮助弱小也伸手 没有一个固定的规矩准则 是这方宇宙终极难缠的存在 因没有扇门拖累 来去无踪 谁惹上他们 那真是会缠的你生死两难 七星中 有阳神三名 元神四名 都是晋营战斗无数的斗战老手 从总体实力来看 当然不如上穷真灵这样的顶级门派 不过真打起来 鉴于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特点 谁吃亏谁占便宜 还真的很难说 真灵上门往浮游恭送礼 上穷必落情子为七星做客 所谓何来 在修真戒中 一个最重要的准则是 自己的孩子自己教训 别人不能伸手 其实在凡事也一样 那五个人自家心性不好 回去后被宗门惩罚 那是关起门来自家的事 但若外人出手打杀 那杀的就不仅是具体某个修士 打的是整个门派的脸 偏偏打脸的还强悍无匹 宗门是瓷器 不愿与瓦片碰 只能忍气吞声 但这并不代表宗门力量 没有其他的办法 总有其他的办法 比如 借力 浮游恭 紫薇七星 便是他们借力的对象 当然 这话不能明说 说了他们也不会承认 但事实就是这样 任何一个万年大派真军被杀 别管什么原因 指望他们忘记仇恨 又怎么可能 锦案军和七界对彼此这点 事实心知肚明 点到为止 也不深谈 继续抄起天狼战报往下看 各方宇宙之间 虽然联系不多 但对附近宇宙的动向 还是很上心的 这是大界大派的生存之本 不可调以轻心 锦案军一边看 一边问其中一位 回来的上穷元神真军 对那的礼姬 他们左舟自己人如何评价 那真军答道 师弟我道士士的 几名左舟修士 就一句话 此生修道感天恩 一遇乌鸦毁终生 后来他们知道 这个礼姬川星末 来了咱们这里 非常高兴 还特意请我们喝酒 说那里乌鸦其实很讲道理 肯定会作为左舟的使者 为咱们这方宇宙带来和平和繁荣 说这人长得像乌鸦 做事也乌鸦 但实际上却是鸽子 和平鸽 师弟我却叫的他们话里有话 似乎不可全信 锦案军把战报执在岸上 什么不可全信 根本就是一句不能信 什么鸽子 还特麻和平鸽 他长得像乌鸦 做事也乌鸦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 这根本就是指乌鸦 第1272章远钝 李基早已离开摩西星系 也没回众华界 而是就地开始了自己独行之旅 不回众华界 是不想面对那些勾心斗角 明面上不会有人乱来 但背后的事就永远也说不清 规避的最好办法就是永远在移动中 不固守一地 这是个陌生的宇宙 你不能因为能斩阳神就忘了自己是谁 对比他的攻击来说 他的防御在阳神中就是个屁 不过是修行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 至于阿娇 只要他李基不死 古道就不会拿他怎样 这就是修真界的生存之道 关于境界 很遗憾 在坊间建塔中他没有突破元神 不是没有机会 而是他必须选择是利用建塔最后的残存力量进击呢 还是杀人 他选择了杀人 不是施杀 而是在此次建府之探后 他根本没办法轻松找到这五个人 真回了山门 龙潭虎穴 不是一名修士能硬闯的 而且他很怀疑 在他境界层次提高过程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两条路可选的状况 每次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使道屁烟不得不拉 这次出了什么问题 黄庭经转性子了 所以他断然选择杀人消执念 至于境界 总有机会的吧 这方宇宙 和星末另一侧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有些特异的星体异象 不多 而且以他现在对大道的理解 也不需要清理其中 就能对其本质了解的七七八八 随着他境界越来越高 见识越来越广 以后他的所谓宇宙之旅 恐怕再也不会像原因时那么的好奇 对任何奇怪的异象都恨不得刨根问底 修士是种奇怪的动物 一无所知时对什么都感到好奇 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种好奇又变成了厌倦 他希望自己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厌倦 否则漫长的生命该如何打发 他突然不想一个人旅行了 问题是 他这样的人 也实在是没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旅伴 不熟悉的 他不放心人家 熟悉的 人家不放心他 是怎么混到现在这种地步 这种人缘的呢 仇人 在深空飞行两年后 他对自己按照星图严格规划的行程 有了一丝厌倦 这是他的习惯 旅行时总是事先规划好沿途路径 然后 分毫不差地去执行 这很有好处 能节省时间 能有目的性计划性 适合一处到另一处的针对性飞行 也有坏处 失去了惊喜的乐趣 事实上 里基之前的行程严格上并不是旅行 而是任务 就像他从玲珑界飞回左舟 真正的旅行 严格上说是没有目的的 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任务要求 随心所欲 走到哪算哪儿 他现在的情况 其实最适合来一次这样的旅行 放松放松 一为平复杀戮后的兴奋神经 二为在平凡中 或者在某种完全和修真无关的忙碌中考虑一些事情 最后 这样漫无目的的旅行 才是最让人无法捉摸的 修行这种事 很忌惮不停地着力 人类过长时间地重复一件事 会产生厌烦 会事半功倍 凡人因为意志力 精神上的薄弱 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明显 读书读凡了 当兵当卷了 做官做匿为了想回归山林 都是这样的表现 修事当然要比凡人强得多 但再强 修事也是人 在持续数十年的紧张修行后 也势必会有偶尔不耐的情况发生 李基这数十年来就没闲着 星末三十余年 先兴近十年 紧跟着又徒步十年 接着便是剑斧爆发杀人 这几个阶段之间 中间几乎没有停顿 也就近剑斧前在麻雀馆修行了不到一年 在修事来说即可忽略不计 这样高强度的修行 确实也让他的实力比穿心末前有了值得提高 从只能抽棱子偷袭不完整的阳神 到现在可以面对面及杀阳神 这几乎是别人需要耗费千年 甚至数千年才能做到的 有张便有持 在追求提高就是不尊天道 贪婪无厌 理智之人不娶 现在的他 需要一种环境 去彻底沉淀自己 把之前领悟到的东西 归纳总结 去无存经 真正形成自己的东西 不仅是他的剑丸无风 还有他领悟到的纯粹力量体系 也包括的自吸招剑斧 99座剑种的传承 这些东西 他现在已经是吞到了肚子里 但还需要细细消化 胃囊 大肠 小肠 盲肠 最后再拉出一些没用的东西 他希望自己交给轩缘的 是一个完整严谨 体系别具一格的剑脉 燕港 是中等修真行星 星眉星的一个港口 青眉星体 在这方宇宙小有名气 说它是中等修真星体 是因为这里没有天地红魔 别说是衰竟修士 甚至连真君都未曾出过 在大戒狱眼中 这就是各不入流的修真小星 不值一提 之所以小有名气 是青眉星与众不同的修真体系 这里的修士 修的是信仰之力 所以 虽然灵机很贫瘠 他们仍然能修到原因 不过 这几乎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对于修炼信仰之力的修士来说 灵机厚薄没有多大影响 影响他们修行的 是人口 简单的说 星体上就那么大的人口基数 原英祖师要信仰 经丹师俗要信仰 筑基弟子也要信仰 凡人就那么多 给谁不给谁 很麻烦 为了解决星体修炼的问题 青眉修士的做法便是 走出去 和星末另一边的宇宙不同的是 这一边能提供凡人生存的凡星很多 大大小小的 很多都还处于一种刀根火种的阶段 大的修真势力不会关注这些凡人的生活品质 他们能做的 只是搞好自己界域内凡人社会体系就好 至于宇宙终成千上万的凡星凡人 他们哪里顾得过来 但这些凡星 对青眉道统的修士来说 就是最需要的资源 因为那里有无数凡人 也就意味着无数的信仰 于是 青眉修士在住得道基后 想要继续自己的修行 就必须走出去 去到遥远的凡星 开始自己艰难的信仰之路 在青眉星 庞大的信仰只属于高阶修士 其实 就算是高阶修士 那些有理想有报复的 也不会留在青眉和他人争夺 开拓新凡星 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 第1273章信仰 燕港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浮发从这里出发 驶向深邃的宇宙 在路过无人经营的凡星时 放下那些使之大道的年轻人 然后飞向下一个凡星 年轻的修士将在陌生的环境 开始自己的修行 有的会有所成就 有的会在陌生的环境孤老一生 有的 会忍受不了 孤及在搭法返回 一幕幕的悲喜离合 万千年来 便在这方空域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青眉道统的信仰之道 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广众伯收 而取得收益 仍然是万年如一的困在原因层次 不过周围的众多凡星 却切切实实地得到了好处 农耕 鱼木 制造 灌溉 为了得到信仰 这些青眉修士也是付出了很多 港 不见得就是在海边 它也可能在星体的最高处 因为这里事实上是个空港 青眉星的大气层 比正常界域的气层要薄得多 所以从这里出发 符伐稍易飞跃就能穿过大气层 进入无垠的宇宙 这一点 对大界域来说没有意义 可对最高境界指示原因的青眉来说 却很重要 庞大还走在通往燕港的路上 越走越慢 越走越失去信心 它是去年住的的稻基 在他那个小长小门派的一众练气弟子中可谓是出类拔萃 夺揽群雄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这次住基有多惊险 多侥幸 往好了说叫天倦 往正常点说就纯粹的虾猫碰到死耗子 祖坟冒烟了 这种几率很小 但数年下来也总会有那么一个二个 也不出奇 几位稳重的师叔都劝他 不要急于走出外富繁星这一步 在青眉好生巩固十年二十年 对住基修饰近三百年的寿数来说 也不算耽误什么 虽然青眉的信仰之力的争夺很激烈 但再怎么说 也不差了他一个小住基这一口 巩固境界 出席术法 增长见识 也是出入住基的小修必经的一环 如果去了宇宙深处的繁星 无师门无影路无照顾 像他这样的菜鸟修饰能修到什么程度 那真是天才之道 但他很无所谓 住基的成功让他自信心膨胀到了极点 认为既然有天道眷顾 为什么不趁热打铁 外出繁星 趁老天爷还没忘记他之前在上一层楼 于是不顾劝阻 自顾离开小城 离开师门长辈 要在宇宙诸心中 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份传奇 随着距离燕港的越来越近 数十日的行程过后 兴奋吞去 理智回来 他开始叫的师门长辈的劝告可能也不无道理 现在自己这个样子 真的适合去往一个陌生的繁星 收集信仰麻 师门的功法是否足够支撑自己一路修行下去 中间要是有了爱男怎么办 谁为自己排以解惑 遇到危险怎么办 好像现在的自己还没有一种真正拿得出手的攻防之术 财旅法帝 是一样没有 只靠天眷 好像不太靠谱 现在支持他的 不过是年轻人幼稚的面子而已 已经出来了 难道还能灰头土脸地走回去 不被那些同门师兄弟笑死才怪 落日余晖中 庞大海的脚步越发的蛮山 他在静语退的选择中挣扎 他也能隐隐感觉到 这个选择恐怕会决定他的未来 是孤注一直地向前走 把未来交给冥冥中的天道 还是退而即往 在理智中经营 此时的他 多么希望能有一身黄中大吕 震醒他这局中人 可惜 师长远在数千里之外 在他目利所及 只有3322收工的农人 在吹烟中远离 见过还有一二声驴叫 似乎在呼唤他们的甘草 便在此时 一个隐隐约约 宽袍大秀的道人 在田龙远端潇洒而过 口中割道 赤人都小修真好 唯有境界忘不了 古今大能在何方 荒种一堆草莓了 赤人都小修真好 只有修为忘不了 众朝只恨惧无多 及到多时掩蔽了 赤人都小修真好 只有角七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随人去了 赤人都小修真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 赤心父母鼓来多 孝顺儿孙谁见了 歌声渺渺 人去无踪 只留下那一句句好了之说 久久在空气中荡漾 庞大海亭柱身形 痴痴回味 他虽没有娇妻儿女 却有父母家人师长 这一去宇宙升空 师长不说 父母是肯定见不得了 还有那些 他心里不肯割舍的 离开就再也见不到的人和物 泪流满面 庞大海长跪于地 冲那道身影重重磕了几个头 他已经完全想明白了 别人的嘲笑算得什么 修为的提高又算得什么 人生一世 当顾眼前 珍惜身边 别的不说 先养父母一生一世 等送走双亲再说其他 能耽误几十年 如果最终因为少这几十年 而不能更进一步 他也无甚后悔 因为他得到了更珍贵的 再者说 孝道不是天道麻 如果要入天道 就必须舍了孝道 那么这样的天道不要也罢 完全想得通透 庞大海爬起来哈哈大笑 把囊中的猪斑举荐应受平行 通通扔到路边田笼的水渠中 转身 头也不回的原路返回 口中还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我懂了 我懂了 我真的懂了 他这里前脚刚走 后脚一道身影便出现在水渠边 唠起庞大海扔下的猪斑物事 口中还骂道 跟了你好几天 你特娘的总算是懂了 再不懂老子老大棒子抡你 也省得这许多的啰嗦 建修这种职业 在其他辅助法门上 真的让人很受伤 也不完全是学不学的问题 恐怕也是功法心境的问题 所谓有得必有失 你杀人厉害了 其他方面就必然限制多多 强如将军 预测下半册的人物 搞个心境本性试炼 还留个漏洞 害得里击不得不杀人补权 现在他自己使来 也是一般无二的拙劣 既要引导助基小修按照本性行事 又不敢使蛮力毁了人家的神魂根基 真正是好生麻烦 逼到最后 不得不装出示外高人的模样 拿曹老先生的勒歌来蒙骗 你别说 大神就是大神 一手勒勒搁下来 直接就把好人忽悠瘸了 杀伤力了的 第1274章登法 李基想体会百味人生 就不能随心所欲的忘用能力 他有无数种方法去观察这些轻微修饰的信仰之路 但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 加入其中 找到这么一个梦浪的 心智不成熟的 还不适合外出宇宙的修饰并不容易 打算外出星空踏上信仰之路的小筑基 每年都有很多 那些条件合适的 李基不会去打扰 只有像庞大海这样的 才是他的目标 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这小修也避免了悲剧 双赢 才是真的赢 在修行这条路上 他一直在控制使用自己的能力 尽量不过多的参与进那些远低于自己层次的事件中 这是个好习惯 如果不克制 未来的路就会越走越窄 不仅是他 其实修真界中几乎所有的高阶修士都明白这个道理 在青梅兴 没人能看穿他 所以 其实也很轻松 燕港 位于高原之上 这里的凡人原住民并不多 只是一个大阵的规模 高原空隙稀薄 不是谁都可以在这里生存的 当然 修士除外 因为比较特别的地理环境 这里就是贫穷的代名词 不过在修士门把这里当成通往星空的前进基地后 依靠大量的 不断涌入的低阶修士 这里才渐渐的变得繁华起来 这里是低阶修士的天下 尤其是秋后的二个月 因为星体自我运转的独特规律 这段时间复乏越入外空是距离最短 最节省能量的时间 慢慢的 每年秋后两月 就成了青梅修士法定的出港时间 燕港东头 有一座用高原自产汉白玉修建的宫殿 是所有玉前往宇宙繁星修士必走的城市 在这里 他们将登记造册 交纳临时 然后等待分配复乏 和其他修真界玉不同 因为大家都是信仰道统 所以这里没什么道统之争 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宇宙外的繁星上 所以秩序相对平和 虽然也有门派之分 但不设根本 燕港 也是所有青梅人的燕港 每一个住基修士都有权利通过这里 去往莫测的星外 青梅星虽然不大 但每年住成道基的修士也是上百的 有的会如庞大海那般火急火料的 踏上繁星信仰之路 有的则会在座沉淀巩固 总体来说 每年出外的修士也在百人上下 或多或少 略有波动 但在汉白玉宫殿建筑前 你看不到想象中的人头攒动 这里不是吉士 修士也不是商人 不会像小商小贩那般聚在这里交头接耳 个人自有计划 是单独而行 还是结伴而往 早有定计 也不会处在这里寻机会 李基还为他上宫殿台阶 就有一名中年男子凑了上来 凡人体质 瓜皮小帽 团挂盲靴 看打扮 却像个前客 打扰上修 本人黑三 敢请问一嘴 上修可是来宴港登记 准备出外修行的 李基没有一丝不耐之色 含笑道 正是 你倒是好眼力 不知现在找我 却有何事 黑三憨笑道 上修说笑了 晓得既做的这行 当然熟能生巧 此来打扰上修 是想问问 如果上修此行 已有宗门长辈安排 那只当黑三多嘴打扰冒犯 若没有安排 黑三不才 却可代为引荐 寻个好去处 总比随机而定 任人安置 要靠谱得多 李基一笑 果然 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 就一定有追逐利益的人 不 比来说说 安排又怎的 随缘又如何 黑三大为振奋 凭他十数年混迹这里的经验 此人当为一个没有后台的小派修士 孤身独往 经验不足 这比生意有得做 上修不嫌小的啰嗦 那么小的便为上修分数一二 去往繁星修行 明虽公平 实际上确实泪目多多 数千年下来皆是如此 也没什么稀奇 境外宇宙 繁星无数 有被人深耕开发过的 也有愚昧无知等候天恩的 有远的 也有近的 有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 也有贫瘠险恶 人烟稀少的 有安全无忧的 也有潜藏怪兽 实时出来兴风作浪的 不一而足 其中区别巨大 上修既是头一次出行 当然要找那里的近些 安全些 有大修坐镇又人手不足的地方 才有利于上修的修行 黑三不才 可谓上修引荐分派长老 只需付出些零食 那么一切皆可选择 不比晕头晕脑被人指派来的强 傅晓丽 玩的大实惠 其中意义 想来上修要比小的明白的多 礼机雅然失效 所谓修行 也分厚薄肥瘦 就像凡是中官员下派 想要肥缺 就要上工好处 很正常 心没心的这种体质 数千年下来 要是还行不成这样的产业腐败链条 那才是奇怪呢 需要多少好处 才能自选繁星 黑三黑黑笑道 是要分档次的 比如您要求繁星远近 这是一档 要求信仰充足 没有竞争者 那又是一档 指定繁星 那当然是最高一档 价格上也是天差地别 不过具体多少 却不是我一个小小凡人能问的 自要由长老而定 您如果师门上能和长老拉上关系 也说不定能打个折扣 小的只是赚个钱资跑腿钱 太深入的 却是回答不了上修 李姬点点头 和情和理 那些没有后台 是丹利姑的散修 确实也很有投入的必要 但这不包括他在内 既然是想领略一下信仰之路 那是当然要选最为最难的路 况且 所谓繁星上的危险 对他来说又算个甚 想走最艰难的路 也不需要去挑 你只要学铁攻击一毛不拔 必然把你扔到荒芜繁星上 绝无意外 掏出一枚低阶零食 放在黑三手中 你的介绍我很满意 不过我是信仰苦行者 却不需要这些背后的勾当 说吧 继续往上走 黑三蒸蒸地看着手中的零食 这要是换成凡间黄白之物 足够他一家老小一年之用 这貌不惊人的上修 可比之前的修是出手大方的得多 心中感激 紧跑几步 压低声音提醒道 上修 上修 您务必要知道 如果不上工的话 那最险最难最远最偏的繁星 就一定是留给您的 可不能心存侥幸啊 第1275张信印 李基继续往宫殿走 途中又遇到几名和黑三座 一样勾当的前客 一一拒绝 不过这只能证明一件事 宫殿里的所谓长老怕 也不是只有一名 各个山头 多少途径 大家发财 只可惜 即使机关算尽 散尽家财 又有几个仅仅因为是分到了一颗好心 就能一飞冲天的 是周密布置 还是劣难而行 在修士的初期真的很难选择 没有对错 即使是以现在李基的眼光 让他重回住基去做这样的选择题 也是没有确切答案的 大殿优身 布置简单 三章条案后坐着三名修士 也都是住基修为 这可以理解 没有京丹会坐在这里陪他们闲扯淡 同样也意味着 如果真有不懂门路的修士 在他们这里交上好处 能起到多少作用也真的很难说 更大的可能是 这三个所谓的长老 不过是扯虎皮拉大旗 蒙人资源的家伙 或者 他们所得好处的大部分 还需逐己上功 李基来到头一个条案处 递上自己的影评门信 其实这一切并不太严格 所要求的凭证有的也是可有可无 毕竟 有的散修也没推荐的人 青梅道统因为完全与道门主流格格不入 所以自成体系 更没有上等修真界 欲会往这里派出奸细 完全没必要 他们去的是繁星 只有修炼信仰之力的青梅修士 才能有所成就 其他道统去了旧事等死 所以 其实旧事登记了一下名字 旧草草了事 既不询问传承 也不深就出处 可有其他要求 这是问他上不上功了 导也干脆 看来 陆席数千年下来 也变成了规矩 习惯的力量 李基也答得干脆 没要求 怨服调遣 接着是第二个条案 案后修士懒散的眼神 加了他一眼 我这里可选符法 六支符法 方向各有不同 你是自选 还是随缘 这也是隐晦的询问 法有大小之分 舒适与否 远近之别 拿多少好处 得什么结果 李基一般无二 随缘吧 第三个条案后的修士案上 有之有七支古印 乃信仰之印 每名出行的修士 都需在自己的本命性印 上盖上印寿 不如此 出外得到的信仰之力 带不出繁星 信仰之道 虽然好像上不得修真戒的大台面 可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万年发展下来 也是错纵复杂 首先 信仰之力 它们并不是直接吸收入体 而是通过每名修士 各自纪念的本命性印 作为中转 本命性印各有不同 也不像道家体系那样要求材质 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就是和修士成长过程中息息相关 最重要的东西 比如可以是一枝笔 可以是一朵花 可以是幼年时念念不忘的波浪鼓 也可以是情人送的香囊 父母出生时打造的金锁 等等 不拥材质 不拥用途 只是一份信念 用信仰之力凝炼 成为自己的本命性印 它的能力 取决于信仰之力的层次境界 而与本身无关 在青梅星 小修们依靠本命性印凝炼信仰 但若出了青梅 到了其他繁星 这里的信仰之力却是带不去的 同样的 在繁星上艰苦修得的信仰之力也带不回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青梅信仰道统的核心变这七只古印 它们可以勾连信仰 让信仰修饰们无论在何时何地 都能毫无顾忌地使用自己所有艰苦凝炼出的信仰 变如一个扩展器 一个功能变数名称为马 盖上它 你就可以在整个宇宙这个互联网上行走无碍 而不是一个个的单独个体 仅从这一点上来看 这七只古印所蕴含的神奇之处 怕就不在普通的先天灵宝之下 只不过因为是涉及信仰 不为道门佛家主流所接受罢了 七只古印当然不是正品 正品还不知道藏在何处严密保护呢 这些都是后人所致的赝品 与正品有信仰上的勾连 不过用来夹带小筑基的本命信印是足够的 李基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七只古印也是有先后次序的 第一只年代最久远 只具备最基本的功能 其他六只则是后人在信仰大道上不断前进 不断完善后的逐级升级产品 大概可以称为古印 古印1.0 古印2.0 古印6.0 但从效果上来看 当然是古印6.0的效果最好 更新最晚 对修饰信仰之力的融合帮助最大 但具体到每个修饰使用哪只古印 确实要看你懂不懂似的 那修饰既不说话 李基也懒得多扯 只是一拱手 前辈 弟子是信仰苦修一脉 哪里都去得 请前辈盖印 说吧 从一晚宫中透出一枚小小的飞进来 行之莫名其妙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清灰色暗 淡若无光 那修饰一争 你这信印 确实好生奇特 李基虽然一笑 小时候穷 没有玩具稀耍之物 有木匠邻居便给我做了这把木剑 他见识窄 所以做成个似不像的样子 不过这只木剑却几乎陪伴了晚辈整个童年时光 所以就 那修饰恍然一笑 这很普通 哪怕是信仰道统的修饰 也有很多喜欢兵器 尤其是常见的 只不过别人的信印兵器都是金光灿灿 堂皇大器 却很少见这般寒酸的 同情归同情 规矩归规矩 穷 可以原谅 但不懂事 却不能原谅 于是半点不留情的 抬手取过那只最古老最无用的古印 朝小剑上一盖 便算是完成了出发前的整个流程 像这个什么庞大海 这样的玩意儿每年都会有几个 自以为是 故作清高 不通人情世故 以为单凭一股苦修的决心便能解决一切 真是天真 现实 会教会他怎么做人 但愿他还能活到改正的那一天 至于好处 他们便在贪婪 还能少了这一二个修饰的好处了 做个反面典型也好 也能提醒下后来者 所以 三个住击老道 谁也没劝阻于他 这样的青瓜愣子 就和该他撞个头破血流 才会知道修行的真谛 第1276张同伴 李基退出大殿 摸了摸脑门 却也不知道古印到底会给无风带来什么 按理来说 他完全没必要拿自己的本命剑完来冒这种莫名的风险 可 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他的纳戒中 有保七到七上百 问题是 哪个是敢拿出来的 是能拿出来的 就算是这几个住击在下 也不会看不出这些器物的神奇吧 所以 饶是他有一腰的纳戒 还真拿不出适合住击的东西来 层次太高的不成 太低材料珍贵的也不成 反物不能凝出也不成 穷变全身 仿佛除了脑中的剑丸 还真就找不出一种合适的来 会不会对剑丸有伤害 他想都没想过 开什么玩笑 这青梅星万年来原因为顶 连个真军都不出 还能搞出什么东西对他这个真军的本命剑丸产生伤害了 无风有灵 还不低 真有不妥 自会回避不落硬盖 一个小小的筑基 还能奈何他这真军建完了 现在看来 仿佛盖与不盖也没什么区别 筑基老到什么也没感觉到 无风同样没什么感觉 仿佛须盖须 转眼也就不再介意 李青梅伏法启程还有十来日 李基也没走远 便在燕港找了家客栈住下 他现在的身份是庞大海 是筑基 而不是真军 可不能如灌场那般调席于山林峻岭 那还不是筑基能完全适应的生活 这几天中 在闲来无视的观察中 他发现青梅的伏法 实在是有些寒酸 根本就是修真界中最基础的形质 攻击防御速度法阵种种 都不值一提 和修真大界玉梅的比 很正常的现象 鉴于青梅星顶级修饰的境界层次 在原因这个阶段 他们能制作出的 恐怕也就是这个水准 这次出发的伏法 一共有六条 都是中小型伏法 就停在汉白玉宫殿后的平台上 虽然保养得很好 但一看就已使用了很多年 有些老旧不堪 一想到青梅修饰 就凭借这些老旧伏法 年复一年的把星上修饰 送往周围宇宙繁星 这份执着和坚持 确实让人心生敬意 无论哪个道统 为了传承和生存 其所经历的坚持 都非常人所能想象 在燕港众多的客栈中 还有很多为未来宇宙之行 而夜不能眠的 承熙一座客栈中 一名眉目如画的少女 以窗而望 久久凝视着深邃的星空 不知道未来究竟有什么 在等待着她 她是逃婚出来的 青梅星修真界比较平和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私底下的乌绰和其他修真界 与相比 也是一样不缺 一样不少 并不会因为修行信仰而消失 信仰是信仰 正义是正义 德性是德性 不是一回事 不可混为一谈 她的出身并不低 问题在于 乡中她的人出身更高 是青梅星修真界 说得上话的大势力 所有的人都以为 她从此登上了高知 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不是她内心真正想要的 麻烦很多 修是这个复杂的群体 当你无所事事时 可以把你嫌死 而当你有事时 却仿佛漫天神佛都帮不上你 修真界既是先进 也是泥潭 既有美好 也有险恶 遗憾的是 她现在陷入了泥潭 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 为了不妥协的信念 为了不给关心自己的家人 朋友师们带来不可抗的危害 在筑基刚刚三年后 她依然选择成为外出宇宙 追寻信仰之路中的一员 这个时间远比她计划中要来得早 可她别无选择 这是她唯一能摆脱 那个大势力影响操纵的方式 其实也没能完全避开 虽然青梅星万年铁律 不得阻止任何一个外出 寻找信仰之路的修饰 但却有无数方法来恶心你 比如把你扔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美其名曰是对你的考验 所以虽然她的家族 她的门派也维持在燕港上下实力 却没有丝毫结果 大势力的意图很明白 压扶你 孤立你 直到你妥协的那一刻 她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扔到一个最险恶的地方 如果她现在走出去 低头 这一切就会改变 但她不会这么做 因为她的信仰不允许 她叫敏柔 是温柔的柔 不是搓扁柔圆的柔 城南一座破关中 同样有人在那里哀声叹气 一个面向和气 端正的年轻人也在仰望星空 她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搞到这个地步了 她自小聪明 心思灵动远超同龄 自踏入修真道路开始 商骨之家出身的她就开始转起了心思 怎么从那些老资历中抢到信仰呢 她可不想去那些遥远的繁星 教导那些愚昧野蛮的土著人如何耕种 如何愚目 那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而且 毫无乐趣 更毫无成就感 她就觉得 凭自己的聪明才智 怎么就不能再青梅心直接修行了 信仰之力不好搞 那是因为方式方法的问题 她传自其父的理念告诉她 只要棒子抡得好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撬不到的 也包括信仰 她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 并赴之于实践 而且 大获成功 凡人对什么最感兴趣 权势 女色 健康 修行 等等有很多 但其中居首位的 一定是财富 哪里都一样 无论男女 无论老幼 于是她借自己的信仰之名 创造出了一种大异于现实体系的金融钱庄概念 高息吸除 她的家族很富有 但在富有 也没法同时满足数万数十万人的高息压力 做什么买卖也不够这么短的时间 得到这么高的回报 不过没关系 她不需要自己的家族出钱 而只是拿不断的吸除 去填越来越大的窟窿 只要能维持住高额的利息返还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游戏中 就会对她感恩戴德 奉为信仰 而她只不过拿着部分人的钱 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欲望罢了 短短数年间 她就发展起了数十万人的下家 庞大的信仰之力也让她轻松成为了一名助击 这就是聪明才智的力量 至于未来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支援不住信仰崩塌的那一刻 她也没有仔细想过 还早着呢 心没心时数亿人 等到了没有新客户投资那一刻 说不定她已成为了原因了呢 第1277章个有特点 没想到的是 崩塌比她想象中来得早 来得快 毕竟 世间的聪明人可不止她一个 附近区域感觉到信仰加速流失的修士们 开始探究其中的真相 很快的 她的把戏被人戳穿 确实是个天才的主义 但也很简单 就是个银吃卯粮的升级版本而已 主流修士们立刻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 若任由发展下去 那已经不是信仰不信仰的问题 而是整个青梅新金融体系崩溃的问题 现在还只是陷于繁俗世界的经营之物 还能控制 还能补救 如果有一天这种方式在修真界以临时资源方式流传开来 恐怕将会酿成青梅修真界的大乱 于是果断出击 颁布法令加民间引导 彻底阻止了这头金融怪兽的狂奔 当然 作为主使者 利益获得者的他 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这里不是李基的前世 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来制裁他 不会去坐牢 可是庞大的金融窟窿 还是让他辛苦经营了仪式的父亲一夜破产 还背上了几辈子也还不上了债务 而他 却被勒令离开青梅新 没有设令不得返回 高层的意思 像这种大祸害就不能留在青梅 如果他一定要做死 就让他去那些连金融体系都没有的荒心上去做吧 这就是他必须启程前往外空繁星的原因 当然 也不会有任何照顾 哪怕是花灵时也不成 他是属于必定倒霉的几个人之一 没有意外 他叫白朗 是天气晴朗的朗 不是空手套白朗的朗 这样奇葩的人 在这一次的启程外空的修饰中还有好几个 比如有个打着玄壶济世名头 其实卖家要骗取信仰的甲郎中 写激情小说蒙骗少男少女信仰的吴秀才 等等 用一位圆银真人的话来说 六条符法 前位号 侧位号 少位号 上位号 中位号 环位号中 只有这第六条的环位号 装的都是垃圾 扔得越远越好 符法自己不能自动飞行 操纵他们的 也至少需要一个原因 六条符法 就是六名原因 这要是放在如仲华这样的修真大介欲 根本就不值一提 可对青梅心这样的中等修真心体来说 已经很不容易 这说明 虽然青梅的信仰道统一直就受困于原因不能突破 可这些信仰修饰万年来却从未放弃过他们的信仰 他们一直在坚持 坚持培养每一个种子 指望他们能生根发芽 冲破桎固 哪怕是垃圾 今天是启程的正日子 筑基门早早就来到了宫殿后的平台上 根据关心者的判断 今天是符法铺离心体引力的最佳时机 不足百名修士 其实是不需要六条符法的 就算是中型符法 三十来人是能乘下的 挤一挤的话 五十人也可以装下 之所以派出六条 是因为符法不仅管送出 还要管接回 每年近百名修士送出 天长地久 积累下来的话 在众多繁星上停留的青梅修士 就是个恐怖的数字 他们之中 总有因为这样那样原因想要回来的 所以实际上 这六条符法的空间回来时针还未必够用 由长法修士开始唱名 被喊到的 就会乘坐这条符法 前位号 侧位号 被喊到的小柱金门依序上法 大家都知道 之前的这几条符法 都是渠王比较安全 适合收割信仰的繁星 毫无疑问 这些人都是有后台的 或者 是个大本钱的 轮到上位 中位时 上法修士的精神状态明显就要差了些 显然 不够满意的去向让他们有些忐忑 这个真没办法 花多少钱办多大的事 这个方面 燕港宫殿做得很称职 当轮到最后的环卫号时 气氛又变得轻松了起来 因为被分到这条符法的 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家伙 他们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所以 也就无所谓 宁柔心如止水 对自己的未来他早有预料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不后悔 唯一让他有些恶心的 是几个和他同伐的倒霉蛋 一脸架笑的彭大海 头发抹得正亮 一副成功人士的白朗 先锋道骨 道貌黯然的甲郎中 色迷迷的无秀才 他有些难过的是 自己竟然有朝一日和这些青梅骇虫混积在一起 而且可能这个时间还不会短 他们所成的环卫号 是载人最少的一条符法 十一 二人 阀内空间倒是比较宽裕 至少 不用和这些恶心的家伙挤在一起 敏柔从未做过伏法 他相信这里所有的助击小修们也都没做过 因为当伏法开始起飞 在和星体引力的抗衡中越飞越高时 包括他自己在内 都无法克制那一丝的冲动 这里可是虚空 是只有原因老祖才能自由出入的地方 而现在 他们这些不入流的小修 也享受了一把星空待遇 伏法不仅越飞越高 越飞越快 而且越飞越陡 所有的小修都在机动中 还藏有一丝怎么也藏不住的担忧 好像只除了一个人 纳得驾笑的彭大海 故作镇静 皮里阳秋 这就是敏柔的判断 这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二皮脸 终于冲过了大气层 仿佛随时会抖散架的环卫号 终于重新稳定下来 敏柔轻输一口气 这条符法 应该就是六条中最破旧 航行状况最差的那条吧 在经历了出奇的不安后 很快的 凭借修士远胜凡人的神经 小修们又逐渐地活了过来 在下无用 招贫心惊人士 不知小姐方明 鲜香何处 这是无秀才在搭讪 临时放在身上 是最愚蠢的资源管理方式 财富 就一定要让他流动起来 才不会贬值 这是白朗的爱好 他正向另一名注击宣扬他的金融理论 送气完 我被信仰修士虽不用像到家那般的吞丹服药 不过调理身体 顺气宁神还是需要的 这是我家祖传秘方 很有时效 可不比大派炼制的品质差 兄弟来几例 很便宜的旅途 开始了 第1278章旅行 海浪劈开 从中钻出一头妖怪 身体庞大 无边无际 一只大头 立起来星月无光 张口一笑 海水倒卷 那张阔口 上嘴唇顶着天 下嘴唇挨着地 旁边一名注击小羞弱弱问道 那脸放哪儿呢 那声音撞击不屑 天地之大 妖怪放不下 要脸做肾 说时迟那时快 劳子把信印常见一吐 当时就 敏柔把脸舞在手中 心中烦躁 这些未来可能的同伴 让他心中生起一种浓浓的无力感 青梅害虫窝 今次尤其多 他不想再听到这些胡言乱语 可是那声音却是拦也拦不住 可静得往耳朵眼里钻 大白若入 大方无语 大气晚成 大阴牺牲 大象无形 大锐无风 老子的剑气信印这一露出 当时便喝得那妖怪体若筛康 单若木鸡 怕服于地 口称上先饶命 老子哪里去管他 所谓人妖不两立 正气胸中存 却把剑气一饮 转念又想 君子有成人之美 上天有好生之德 好歹也是数百上千年的修行 不容易 这才放过他一马 否则现在便拿出他的布剑 让大家观瞻观瞻 那个筑机小修虽被忽悠的晕头转向 却是咬定青山 绝不相信师兄那剑气信印啊 何不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彭大海的一洋洋 从脑中搞出把小剑来 灰暗清灰 死气沉沉 行之怪异 不伦不类 我这剑气信印 别看外表不显眼 但真正施展起来 那才真正是风卷云洞 地晃星遥 你们来看旁边几个修士把脸转向另一边 可怜的敏柔 就在这样的刮躁环境下开始了 他的平生第一次的宇宙之旅 平心而论 宇宙是壮阔其归的 让人目不暇接 心生敬畏 除了一点 宇宙背景杂音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 吹牛逼的 卖家药的 坑人钱财的 传播低俗文化的 就没一天消停的 无休止的对周围的同伴进行着疲劳轰炸 直到把所有人都炸得远远躲开 他们几个就开始互相轰炸 架药与牛逼起飞 欺骗共谎言一色 搞得涨乏的原因真人都暗暗地加快了速度 心想着把这几个垃圾货色赶紧扔到繁星上 也省得天天受这飞人的折磨 他们是估乏飞行 事实上 六条浮乏的方向都各自不同 这就是宇宙中星体出行的特点 没有路径 也处处都是路径 相对来说 环卫号飞行的方向是比较偏僻的一侧 在这个方向上 前方的繁星没有其他方向上的那么密集 宇宙深空环境较为复杂 最让信仰道统修士挠头的 是这个方向上的繁星 多多少少地拥有一丝基本的灵机除量 这是最要命的 对信仰修士来说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那种一丝灵机也无的繁星 因为那意味着没有修真力量 没有洪荒骨兽大腰 灵机在昌盛些也不错 因为他们去不了 这样的地方一定会被盗门势力所把持 就怕灵机有一点 却不足以培养修士的心体 这样的地方 道门势力不会来 但天长地久之下 深山大则中却难免滋生出一些石经时期的本土妖兽 他们没有天敌 所以 在这样的心体上就是被原著名膜拜的物件 不仅获取信仰会艰难得多 而且还是不常的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不上功 另于好处的结果 其实在青梅道统外派修士收割信仰的初期 对这类心体都是近而远之的 便是在贪婪 他们也不可能贸然把低阶修士送到那样的地方去送死 但万年下来 沧海桑田 周边宇宙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每年近百人 也就是说万年后已经有近百万的信仰修士被遣送至周围繁星 这是什么概念 以符伐飞行距离来论 十年飞行距离之内的繁星 基本上信仰都被收割一空 现在的信仰修士要找个好点的繁星 就不得不飞的更远 他们不是原因真君大能 生命已千年计 筑基修士短暂的二 三百年时间又有多少是可以浪费在飞行途中的 这就造成了 低阶修士中超过五成 这辈子只有一次宇宙飞行经验 就是去的那次 还有四成只有两次宇宙飞行经验 去一次 回一次 非常残酷 这样的变化就不得不让青梅修士把目光开始放在那些有一丝基本灵机的星体上 此时而论 那些可能的洪荒易受的风险也是顾不得也 环卫号 就是六条符法中 唯一一条飞向这样星体的符法 走这条航路 唯一的好处就是 路途较近 不需要十年八年的飞行 对青梅信仰修士而言 尤其是筑基小修而言 这么长的旅途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们不像道门修士那般 可以吞丹药 吸收零食 屁大点的地方 找谁获取信仰去 谁骗谁呢 嗨 有两条虚空兽在打架 一鸣眼间的修士喊道 这可是筑基门头一次看到虚空兽 虽然只是深空中最普通最平常的如节重兽 但作为小小的筑基 能在深空看到原因级别的大战 还是兴奋莫名 两头如节重兽一大一小 一强壮一瘦弱 虽然现在还互相咬得不可开交 但很明显 瘦弱的那头有些不知 向来落败被杀也是早晚的事 有好事者立刻开出了盘口 我赌大的那条会吃掉小的 假郎中大贺 我赌不会吃 好歹也是原因层次 就能同类相残到户时了 武秀才轻咬指善 没人去赌谁输谁赢 因为事情明摆着 坐庄的白朗看了余下几位一眼 眼见敏柔厌恶的掉转头 他也不去自讨没趣 于是看向伏伐第一大牛逼的彭大海 大海 你下在哪边 彭大海傲然一笑 不懈地点指众人 有眼无珠 鼠目寸光 今天庞大爷就来叫你们一个乖 我赌小的会吃掉大的 众人大笑 不过他既愿做肉头 也没人来拉他 于是纷纷下注 堵住方定 空中的战斗也见了分晓 那小个瘦弱的如虫兽 竟然真的把大些的那条啃实了 而且 那条大的还不反抗 就连敏柔都不得不高 看了这牛皮彭大海一眼 是萌的 还是别有内情 庞大还美滋滋的拔毒品收入囊中 不服气 叫得老子之天小弟是吹牛逼 出来混 眼睛不亮怎么成 老子今天心情好 就告诉尔等究竟 也让尔等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这哪里是打架 分明就是如杰虫兽在传播下一代 所以母的那只 一定会吃掉公的那只来滋补身体 吴秀才 亏你自询理论知识丰富 这到了真景了 怎么反倒不是了 第1279章到达 吴秀才大感尴尬 太粗也 太无耻 真正是斯文扫地 环卫号在长达三年的行程中 陆陆续续的 也在十数个繁星上起降过 上的人多 下的人少 自青梅星登法的十数个人中 留到现在还没动窝的 也就五个 敏柔 白朗 驾狼中 吴秀才 庞大海 毫无疑问 留给他们的 一定就是最艰苦的心体 一个 或者分散开的数个 现在的伏法上 敏柔的耳根子已经清静了很多 不是因为人少了 而是因为人多了 沿途上来的修士中 很有几个已经成的精丹的 面相严肃 其他登法的修士也各个信仰饱满 举止陈宁 在经过繁星至少上百年的魔力后 他们已经脱胎换骨 意志坚定 可不是之前的那些小修好胡弄的 这些人看他们五个的眼神 就像看五个将死之徒 伏法行到这个距离 已经超过了之前的最远距离 这里的心体灵机又有些微的增加 这也意味着 心上的妖兽可能更加的厉害 长伐原因真人不打算再飞下去了 距离已经足够远 周围也偶尔有强大的虚空兽 在周边窥去 毕竟只是惩罚 而不是处死 总不能再刻意找个 有强大妖兽的心体降落吧 他得到的命令是把这五个人分散在二 三个陌生繁星上 任他们自生自灭 而在长伐真人看来 实在是没道理浪费珍贵的能量 和自己的精力去特意围着几个害虫找归宿 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绿色心体时 便毫不犹豫地飞了过去 在心体上空飞了半圈 他基本确定这里没有修真道统存在 不是因为他神是有多了德 而是这里的灵机强度正好变在 可以满足道门修士 可以修行的最低限度之下 刚刚好 于是一头扎入气层之中 找了冰川降落下去 敏柔五人 便在满船的遗憾 可怜 鄙视 无所谓的目光中走下伏法 遗憾和可怜的目光 基本是针对敏柔这个大美人的 剩下的四个货色街道的 便只有自作自受的冷眼 伏法自顾离开 甚至都没留下未来如何接他们的传信方式 由此看来 白朗 甲郎中 五秀才三人是被青梅修真戒恨之入骨而避欲致之死地的了 只不过看起来娇滴滴的敏柔又是得罪了谁 这里面 最倒霉的就是庞大海 他只是没有上宫好处 便吃到了这种瓜落 如果那个原因真人更负责任些 其实庞大海还是不至于落到这不田地的 这什么地方 好冷 五秀才打了个喷嚏 秀是不畏寒鼠是真的 因为他们体内的自我调节能力远比凡人强大得多 尤其是住得到鸡之后的修饰 但任何事都有限度 相对于高阶修饰或者炼油体修功法的修饰来说 才住得到鸡的法修门在这方面还是有局限的 比如这里的五个住击中除了冒牌或庞大海根本无所谓外 其他四个在这种零下六 七十度的高原冰川 再有朔峰呼啸 没地躲没地藏的 时间长了也有一定的危险 这里的海拔很高 限制了住击修饰的飞行能力 像当初里基在清空北域刚住击后飞越天岭时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更别提现在这里比天岭更恶劣数倍的严寒环境 肯定是高原和青梅的燕港一样 以利于浮阀的起飞降落 不过到底有多高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如果咱们在这样站在这里不动的话 便不饿死 也得被冻死 白朗判断道 他脑子用对地方的时候 还是很机灵的 咱们最好一起行动 不要分散开 互相间还有个帮衬 建立信仰 最起码也得在活着走下这座冰山后 甲郎中很清醒 能在青梅新岗的天为人愿的 把家要做的合真的一样 没点脑子怎么可能 当他们正经下来时 做出的选择很明智 我听说像这样的冰原 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冰级往下走 不要走冰谷和平整的冰面 容易引发雪崩 吴秀才开始卖弄起他的理论知识 虽然没经历过冰原 可在书籍预检上 就没有他没看过的地方 李基一直就很奇怪 他怎么最后选择写激情小说来谋取信仰的 几人正在讨论如何下冰原 是各有各的主意 各有各的想法 在这里飞行 因为空气稀薄 刚风且便无法捉摸 所以对柱基来说很危险 除非他们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混击 或者结成金单 才能无视这里环境的影响 敏柔苦恼地听着几人的鸡一嘴压一嘴 心中烦躁 可这地方他也是头一次经历 没有经验 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最正确 正烦躁中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心中一动 对了 那个最爱吹牛逼的人哪去了 一回头 神势展开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在渐行渐远 不由怒道 彭大海 以私自行动 不怕葬身冰川麻 远远传来彭大海的声音 抓紧跟上 老子领你们下冰川 这种冰川必行 老子生活了一辈子 再是熟悉不过 众人将信将疑 当嘴炮派遇到了行动派 结果就是说的总是不如动的 于是纷纷跟上 吴秀才怀疑道 大海 你之前在伏伐上 不是说你出身于大海之冰 常有怪兽出没麻 声音断断续续 大海边上便是冰山 冰山下面就是大海 你搞那么清楚作甚 我跟你们说啊 想当初老子斩妖龙的时候 众人下这座冰川 足足下了静月时间 一开始众人还满心疑虑 怕这满嘴跑牛的家伙 在胡乱带路 可随着众人发现 海拔越来越低 空气越来越充沛 可以飞行的时间越来越多 精明如他们 也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冰川极其广阔 面积甚至超过了北域 之所以这么大 是因为这颗星体异常的巨大 可以说 这几乎是李基数百年游历宇宙见过的最大的宜居星体 可惜 灵机贫瘠 不能修行 否则这方宇宙必有这颗星体的一席之地 第1280张安斧 白朗很好奇 他是怎么在这么巨大的冰川上找到往下的道路的 很简单 跟着野兽的足迹 即使是最顽强的冰原生物 每年也会在春暖花胎时下山 填饱肚子 补充能量 多欧决定交配权 毕竟 没有任何生物会永远留在冰川之巅 没有食物 你让它们食风而存麻 李基这都是些屁话 他这一番话 和无秀才一样都是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 对他而言 找到下冰川的路不过是把神式放出而已 一瞬间 就会在脑中勾勒出一幅整个庞大冰川的全景地貌图 甚至还包括冰川下的人类活动 密集范围 下川的路有很多 李基选择的这条 就是通往最繁华的人类活动区域 如果从另一侧下川 他们就会扎入无穷无尽的群山峻岭之中 只不过这一切 其他四人还没有清晰的概念 在疆域离开冰川边缘 进入植被区域时 走在前方的庞大海忽然停住了脚步 身后四人还算机警 也相续停下 甲廊中巧声道 排币 怎么了 下川的禁阅中 一行人对庞大海又有了新的认知 虽然他的大话还是那么的不靠谱 但这手追踪兽机的本事当真是十分的乐得 他们死活也闻秀不出任何兽类遗留下来的痕迹 包括气味 爪痕 粪便 毛皮 他们当然辨识不出来 因为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不存在的东西 这座冰原的野兽也没有下山争取交配权的爱好 李基前世对动物世界的了解并不适合这个星体 好在 他本来就是一副牛皮大王的姿态 而且其他人因为他的特点 还给他起了个非常贴切的外号 海壁 大海爱吹牛壁 李基倾咳一声 好像有个朋友 因为我们惊扰了他打瞌睡 所以有些不满意 几个人终于感觉到了一丝危险 他们的感知太差 等他们意识到问题时 危险已经在咫尺 那是一头成了金的熊皮 在树洞中探出了头 他有些犹豫 人类闯入他的领地 在他的本能中便只有个死 可他又不确定 仿佛冥冥中有种危险 一旦踏出往前的一步 就再也回不来 在这种星体上诞生的妖兽 境界层次很模糊 不像真正的修真界域那般 有充足的灵机滋养 有完善的天道规则 所以虽然和人类有区别 但相差不大 这里不行 灵机稀薄 妖兽在进化过程中就会非常的缓慢 而且在进化过程中会逐渐出现非常严重的 身体实力和灵智进化相脱节的现象 也就是说 这头熊精虽然拥有可堪比金丹修士的身体 但他的灵智却还停留在筑基 甚至更低的阶段 也就比山野普通的老熊聪明些有限罢了 这样的妖兽 是最危险的 因为占据他思维的主体是本能 也是好胡弄的 因为他想修行 身后四人 摆出戒备的架势 和道门法修一样 信仰修士在筑基前的战斗力很有限 而筑基后留给他们的时间又不多 所以 当面对一个身体力量远在他们之上 又拥有兽性本能的雄精来说 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李基心中叹了口气 慢慢向前走去 他来这地方 不是为了好玩 也不是为了装什么打谁 只不过是想找个地方继续众华界未尽的自我体系修正 现在又加上了各西招建府 需要彻底的沉淀一段时间 方法有很多 继续在宇宙游荡也不是不可以 找个无人的荒星也能修行 之所以来这样的地方 只是最近的他 有些喜欢热闹 在人群中 而不是孤索一人 这种感觉说不清到不明 依照直觉做旧事 仲华既然不再合适 自然而然变选了这里 他也很好奇 信仰道统是怎么在繁星建立信仰的 这头雄精 在他的神世中早有感觉 也完全能做到在无声无息中杀死他 那四个小筑机不会有任何的察觉 之所以没这么做 是他认为 在一个需要建立信仰的地方 还是少些杀戮吧 哪怕是头雄精 他尊重生命 并不认为妖兽就比人类低贱多少 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杀戮 他可不想走回将军的老路上 在让世界充满贱之后 就需要让世界充满爱 然后再让世界充满贱 如此回圈反复 才是好建修 在敏柔的眼中 那个湖吹大气的庞大海 就这么慢慢地走了过去 努力憋出无害的笑容 他们都能明白这一定不是攻击的先兆 联系到这人很熟悉兽类的生活习性 那么他是不是也拥有某种和妖兽沟通的能力 所以大家都没动 只看见庞大海伸出双臂 一副要拥抱雄精的模样 口中还念念有词 一只大熊 一只大熊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眼睛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这是咒语 是雄精之颂 怎么听着却像是一首玩歌 让人惊讶的是 就是这样见乎儿戏的南南之语 那雄精却没有必须出任何攻击的姿态 直到庞大海真的一把抱住雄精的大腿 可能也想抱住肩膀 问题是雄精太高太壮 站起来有数丈高 四肢着地也有丈许高 除了大熊腿 他似乎也抱不到其他地方 雄精并没有表现出抗拒 而是在庞大海温柔的抚摸下浑身舒服地发抖 或者适合地发抖 然后 在四人的眼中 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雄精轰然一声倒在地上 就好像养了多年的宠物 在主人面前躺倒撒娇 也不太对 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 谁又没养过猪如猫狗类的宠物呢 他们躺倒时可没有这般的惊天动地 砸得地面乱颤 而且 大熊的四肢还紧紧蜷缩在一起 被那庞大海一只一只地拉直 再拳起 再拉直 庞大海尴尬地回头笑笑 这家伙有些害羞 他已经同意我们经过他的领地 嗯 很善良的大熊 嗯 嗯